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能莫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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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今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请放长 上次我们是讲到这个极乐世纪的一报尊严 那这里面呢 它先是从这个金武里面分成五部分 第一个先说明什么 七宝诸数 就是七宝妙数 这个七宝诸数就是 他再一个了解一下 他这本身从根茎枝条叶花果 这个七部分都是珍宝合成的 就是要一个概念 他可能是一宝 还是二宝 还是无量宝 珍宝合成的 而且呢 从观金里面 这个讲 这个 这个 其实在就是阿弥陀佛 那个燕四八眼里面 台道 就说这个 这个花果 这个果 这个 花和果是同时生起 同时生出来的 花在每一夜之间 能够婉转就像玄火轮一样 能生出这个果实出来 这个果实能够变现呢 他因为换出无量光明 能够变现什么 宝盖 然后窗帆 这个宝盖里面 能看到什么 能够从宝盖里面看到什么 雄恩世界 而且能看到极乐世界的 依报专严 正报专严 各个实力的境界 从 看 从这个树 他能够变现那个本身 就能看到雄恩世界 就这样 那接着谈到这个 第一个是七宝诸数 第二个是菩提 就是道场宝数 我们看一下 第二部分就是道场宝数怎么讲 重点那里 就要知道他的妙用 就是说 这个往生者 他六根 和这个菩提树 道场宝数接触的时候 你六根这个 那他集的是一种圣庙的五成 跟他接触的时候 让人六根清静 还是成就什么 无生法人 他里面讲到 说你一般来讲 也是众生的善根因缘以佛 这叫善根成所以佛 得到什么 殷香人 柔素人 无生法人 是看我们 个人 就往生者 他的 因缘成所以佛 那就是因缘成所以佛 得到有 可能是殷香人 柔素人 乃是无生法人 是这样 再加一个盖意思 就不理导数 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讲到夜生炎法 夜生两种 第一个呢 就是七宝诸数 因为树里面呢 它是被 覆盖着什么 七重柔王 七成的柔王 盖户柱 所以风吹到这个柔王 又吹到树的时候 就引爆出种种的妙法音 也能够说 也是能说法 让众生能够 念佛 念法 念生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在天空虚空中 有无量的 液气 这微风 这个风吹到这个液气 也能够发出什么 有种种的妙法音 它里面有 上次我们谈到 就是它能够 就是有一种八个特点 就是什么 清唱哀量 唯妙和养 就让我们呢 能够呢 转 揽着的心 成为这样 清静的心 来自呢 能够转明为悟 甚至于转世成智 有一个转盘成智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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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禁戒 就是那个极乐世界 都是一种圣庙的五成 那种 是佛的禁戒 佛的禁戒 你看 然后第四个 你要谈到什么 谈到这个 唐色楼光 唐就是讲堂 金色 它的宫殿 那些楼观 你看 那些都是 你在讲堂 讲金收法 乃至修取的地方 乃至住的地方 都该护着什么 楼王 该是楼王 那屋顶上该护着楼王 这是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讲到七宝玉尺 第一个中文也就是七宝玉 这个七宝玉尺 我们讲过 这个池水 它是一种也是珍宝合成的 不可思议 你要讲到这个 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这里面 这个池水 上次我们讲到 请大家欢到五十四页这边 这对于那个池水的功用 稍微讲一下 就是池水的功用 就是你在这极乐世界的人民 你到七宝池 八宝玉尺 沐浴的时候 这样 你要 要 就是说那个 你要 就是生前 随这个沐浴者的意愿 你要到膝部 膝盖就到膝盖 到肩膀就肩膀 所以随心所愿 所以随心所愿 而且要 冷一点 或热一点 也是随心所愿 不可思议的境界 而且你 引用它 因为比方八宝多水 它有那个 就是那个水啊 本身是很柔软的 很润哲 能够 掌养 我们的六根 让我们升起了 信敬念定会的上根 那这里面呢 他讲到重点哪里呢 能够 开神液体 荡除心坑 就是内心呢 让我们那个 开神液体 就是让我们那个 内心呢 滑起充满 内心呢 这个心啊 就心可以滑起 而且能够荡除心坑 除去我们内心的烦恼 这个怎么讲 在经典的是 它在 其他 就是说在其他译本讲过 其他翻译本 就是你在 木浴完后 木浴在七宝池 木浴完后呢 这个木浴 这个木浴有种增长道夜的力量 就不可思議 增長我們聖道的力量 因為這裡面 你可以從這裡知道 這些都聖廟的武城 不可思議 就是這個水有佛的加持力 是這樣 那這裡面它要潑出 第一個就是潑出廟增 因為水它是種種增保合成的 所以它們在 你像水袋氣保池有很多 它流到 例如說它連花的花瓣 是來來肥肥的流動 這個流動 然後沒有什麼 會碰磚 珍寶裡面有珍寶 所以碰磚會發出什麼 種種的音聲 就是說法的聲音 乃至這個水能夠上上下流動 我說怎麼上下 上來流動 就它能夠流到什麼 氣保珠樹 從下往上 往到氣保樹 然後再從上 往到下來 在氣保樹裡面 這樣上上下下流動 對不對 這樣就造成一種回流 這個水能夠 也是一樣 同樣的 這樣來來 就上上下下 來來肥肥的流動 產生一種碰磚的聲音 就是一種滑音 而且它的流動是一種不舉不許 也不快也不慢 很中道的流動是這樣 請大家換到55頁 就波出妙聲 就這個水波 為什麼這個水波呢 就是因為它流動 來來肥也流動 上上下的流動 產生一種水 這微小的水波 這水波裡面 因為這水裡面有珍寶 所以噴出來就發出什麼 無量的質量 發出什麼 無量的 法爾自然的 微妙的法音 就這樣 那是有法音 它能夠說 就是意思說 水能收法 水能收法 不可思議 水怎麼能收法 不可思議 就這樣 而且這個收法是怎麼樣呢 是印這個沐浴者 它要聽什麼法 講什麼法給它聽 那這裡面呢 水起所印 墨不溫者 就是你要這位沐浴者 他聽什麼法 就講給他 就是水能夠印積說法的意思 水起所印 墨不溫者 就是能夠印這位沐浴者 要聽什麼法 要講什麼法給他聽 所以這個水不可思議 這個無情 你看那個 剛才我們講過 剛才說 葉音言法 音樂 雖然聽了氣寶妙術 風吹到氣寶妙術 氣寶弄 會發出無量的法音 同樣子在虛空之上 葉氣也是發出那個法音 都是讓我能增長我的稻葉 那這裡面就講到這個水也是一樣 它這個水能夠說法 印積說法 印這個沐浴者 那個信念 想聽什麼法就講什麼法 從小聖法到大聖法都有 上次我們講到 它開始就講什麼 就算你這位母語者 可能人家聽到這個佛聲 法聲 聲聲 就是聽到三寶的聲音的時候 它就能升起什麼 念佛 念法 念聲的意思 極淨聲或空吾聲是一些什麼 二聖的法音 二聖的法音 就生物元節的法音 極淨聲是一些什麼 就是內盤極淨 那個二聖的那種偏真內盤 那種極淨 那種不宣布的 正在空去 那種內盤的法音是這樣 空吾聲 就是指讓 這空吾聲 這是空 這空是指讓一切法 空吾聲 他這個空吾聲是在從 因為他講聲意思 因為無常之故 才知道無我 從無常裡面體會到 什麼無常 誰在無常 一念聲一念妹 從一念聲一念妹 體會到什麼 無我 然後一念聲一念 體會到空性 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以極淨聲 空吾聲來說明了 小聖法 就是二聖法 二聖的法音 然後大慈悲聲 也是說明 在這裡面你來說明 下面就說明了 大聖的法音 用這個聽到這個 就你讓我聽到什麼 大慈悲聲就是這種 大聖菩薩的法音 就是聽到能夠聽到這種 無願大慈 同體大悲的法音 就是水能夠說這種無願大慈 同體大悲的法音 來自波羅蜜聲 這個波羅蜜就是道彼岸的意思 就是你 就是那個 波羅蜜 就是大聖的 就是大聖的不共法的法音 就是波羅蜜聲 波羅蜜聲 有六波羅蜜 有十波羅蜜 這個意思 就是大聖的佛法之音 大聖佛法之音 就是波羅蜜聲 道彼岸 波羅蜜 有六波羅蜜和十波羅蜜 然後佛文什麼 實力無畏不共法身 上次我們講到這邊 實力就是佛國 就是佛陀 果力上的功德 這個實力 還有四五位 十八不共法的法音 那上次我們講實力 就是佛陀 這個實力就是佛陀 佛陀 十種智慧力 就是那厚德制 是度化眾生的十種智慧力 是十種 是濃縮這樣 十種 請大家 翻到上次的護表 第四頁 護表 上次護表 對不起 第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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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佛實力 就是佛陀 就是佛陀 專門度化眾生的智慧 這種實力 第一個 我們上次講到這邊 知識處 揮處之力 這個要 這個知識處 這個處 這個處 這個處就是核無道理 核無真理的意思 核無道理 就是知道這是對的 核無道理是對 飛出 就飛出就有不核無道理的智慧力 佛陀能夠辨別 辨別它是不核無道理 這是核無道理的 這是我來講 上次我說講到一個故事 再講到一個 再講一下 上次我們講到這邊 就在那個 這個故事這樣 在印度北方 有一個國家叫基兵國 那邊有一位有名的聖人 這叫黎月 歐羅漢 聖人 歐羅漢 因為他從小就看破 人生是無常的 所以苦空無我 雖然出家學到了 所以在山山裡面 修許苦 證得他 六神通 得那個大歐羅漢 然後因為他以後也是這樣 有些愛好的修道的居士們 也就跟他學習 拜他為師 所以他一共有數百位弟子 而且這位數百位弟子 最後因為經過他的那個教導之後 都每個人都成叫什麼 四國歐羅漢 然後這個 他也是確免這位他們 這四五百位弟子 去到四地 弘揚火法 所以山上 留下這位老歐羅漢 獨居在山中修行 有一天 這個歐羅漢 這老歐羅漢 發現到 他山洞裡面 他有一件 那個 擺那個聖衣 聖衣 就 短褸、中褸、長褸 長褸 長褸、長褸、中褸 那種聖衣 他 變成什麼 淡白色 白色衣 變白色衣服了 因為佛教裡面 出教人要穿什麼 壞色衣 壞色 灰色啦 咖啡色那種 深色的衣服 現在變白色了 所以要怎樣 覺得不如法 這樣 你看 把它染成這樣 那個壞色衣 所以他 到山莊裡面 找找一些什麼 那個能夠染衣的 那個草根 還有什麼 樹皮 做染料 現在把這個白色的 這件 白色的衣服 把它變成那個 灰色一下 這時候把這個聖衣放在鍋裡面 然後用這個 這個 還有這個 草根 樹皮 然後 還有水 用烈火來燒煮 在燒煮的時候 他這個 老歐羅安 用柳枝 來攪拌的時候 發現那些衣服 變成什麼 牛皮了 衣服變成牛皮了 而且 草根 樹皮 它變成牛肉了 而且 作為燃料的水 變成什麼 紅色的血水 而且牛肉 而且牛肉的氣味特別重 就是牛肉汁 就變成牛肉汁一樣 牛肉汁 就這樣 這時候 歐羅安 他有神通 他知道 他有宿命通 他知道我的業障來的 他說 一年國報 真是不可思議 他怎麼講 這時候 剛剛在自演裡 在這講的時候 忽然有一位 粗暴的農夫 就來追到這個山洞裡面 就說 大聲叫 說和尚 你這個出家人 今天大害上界的 這山洞裡面有豬羊 還吃不過 連我根種的牛 也殺了 他這個農夫 我早上 才牽著一隻牛 到我上面吃早 沒有多久 就不見了 到處找不到 原來是你這個和尚 把他偷來 把他殺 宰掉了 然後煮在那邊 那一鍋就是牛肉 就這樣 這個農夫就把這個鍋子裡面的那些 證據 帶著 然後又氣憤的逼著這個老歐蘭 跟他去見國王 因為古代 因為沒有法庭 也沒有法官 都是以國王 作為什麼 作為當法官 這裁判 這個疾病國的國王 問農夫 有何事 這農夫就把這些事情 如此的 向國王申訴 然後這國王 問這位老歐蘭 說 你有什麼話說呢 這老歐蘭 老歐蘭就 向 禀告這個國王說 這是我的夜報 平生 無話可說 沒有 他不辨別 他不辨別 就是不辨解 就是這樣 承擔 因為承擔這個福 承擔這個果報 這國王說 你既然不辨解 不生辨的話 這個又有鐵證在前 這個牛肉在前 那偷到罪難死 而且出家人 又破殺戒 又換偷到戒 所以 換了佛教的根本大戒 就把他關起來 關了你要 就被判徒刑成12年 被判12年 被判12年 這12年 每天這個阿羅漢 就在 阿羅漢就在 監獄裡面 修使佛法 然後又擔任清潔工作 掃服廁所 晚上還是 他是修不倒丹 修苦恨 不倒丹就是 靜坐不握 身體不握在那個船上 就這樣 然後到了服務期 到了12年 中了那一天 第一那一天的話 那些他的弟子們 過去在山中修行 那些得到 已經成就歐亂的弟子們 就 不如同想到 他們師父 看到 用神通 原來師父被關在什麼 勞役已經關了12年了 這時候 他用那個神儒通 回到什麼 雞兵國王的宮殿裡面 就在空中裡面 大明天谷 向師父聲音 責被這個國王 施察 一死糊塗 聽從這位 龍夫的話 把那師父 關了12年 這國王馬上 趕快 那國王也是可能信佛教 他就馬上 還親自到 建議把這位 這位老歐羅漢 釋放了 並是懺悔一死的 思察 的罪過 這時候 這數百名 歐羅漢 就因為 要想要懲戒 想要懲罰這位國王 這老歐羅漢說 就阻止說 不可以對國王無理 不可以對國王無理 這是我的夜報 不能埋怨他人 這怎麼講呢 因為這個老歐羅漢說 我們在講出 他的過激生的陰言 怎麼樣呢 因為過激生 他也神性為一位龍夫 有一天 師妻也走失了一條龍 也是到山上裡面去尋找 結果看到也是一樣 山洞裡面有一位出家人在修行 這時候他還是一時的失察 就是一時的糊塗 因為他 因為牛在山中裡面只有 他這位龍夫 這個出家人而已 沒有其他人 所以他就認為認定 這個龍夫就認定 我認定就 他把他脫走了 把他藏起來了 所以他 我那時候 就是這位老歐羅漢 就是他前世是龍夫的時候 就 有惡性來罵路 這位出家人 路罵了十個鐘頭 也是打擾他十個鐘頭 然後 而且 就要想要把他送給國王 想要把他送到國王那邊 激進一役 就是這樣 你在這裡面是怎樣 這個故事怎樣 因為當時他路罵 又打擾這位出家人十個鐘頭 因為無量就是過激生 這樣籌繁的十二年願意 就像什麼樣 就 借錢生利期一樣 借錢生利期 這個意思 所以利期越久 日期越久 利期越高 所以今天 因為他就說 你為什麼關了十二年 就是因為那時候老亂 出家人十二個鐘頭 這樣增加這個過去生利期 是當時造業的八千多倍 是這樣的意思 那這裡面有漢怎麼講 就是 這個我們要知識出何無道理的意思 就是說 這位歐羅漢 我們這個故事人怎樣講 怎麼講呢 他今天被關了十二年 何無道理是因為過激生 那因為過去也是龍夫 也是這樣 打擾一位出家人的修行 打擾十二個鐘頭 所以感召什麼 十二年的果報是這樣 有因有果的是這樣 這個何無道理是何無道理的 這個意思在這裡 這個是在這裡 我再講 把這個故事講 澄清一下是這個意思 那什麼非處不合不道理的意思是怎樣 這佛陀都能夠知道 佛陀對眾生就是有那個智慧 他知道什麼不合不道理 什麼不合不道理的故事 這也是在佛陀時代的故事 結果佛陀在世的時候 有一位屠夫 他去摩羯的我見那個阿瑟王 他祈求一件事情 阿瑟王問他你祈求什麼事 他這位屠夫就是說 如果說王公阿 有那個辦集會 就是辦佛洞 大臣要集會的時候要辦什麼 要那個餐點的時候 如需要屠殺 屠殺那個宰牛 宰殺 宰羊的話 或宰殺大戶的話 那我殺一下 我願意付出 我用無條 就是免費來屠殺 那這些動物 郭王說阿瑟王就說 屠殺這件事情 人家都不願意做 你怎麼那麼耗藥 來求這個 求這件事情 這個人說 因為我過激生 他就講我過激生 是會非常貧窮的人 貧窮的屠夫 而且都是以屠養為主 過激生就屠養為主 來維持生活 因為這樣故 因為我屠養之故 生到什麼 四天完天 我知道 因為我屠養之故 生到四天完天 然後在四天完天 因為一天第一天算 四天完天 在四天完天 壽命盡完後 就生到仁宗 仁宗 要繼續屠養 繼續宰殺養 做屠夫 然後 在仁宗命中後 要生到什麼 刀離天 就這樣 你看 到一天 就如是六房 就是 大概到一天 壽命盡後 又回到人間 又怎麼樣 要繼續屠養 就這樣 屠養 壽命盡又到天上了 就這樣 六次 到一天是第六次了 受到 因為在享受無量的福德 所以這樣 因為我祈求 國王 滿我的厭 我希望能夠屠宰 因為屠宰養 才能夠生到四天完蛋 還是葉某天這些 這樣 這國王說 你這麼說 我怎麼知道呢 這個人 這個屠宰怎麼講 我知道宿命 我知道宿命 就算有點淺薄的宿命通 淺淺的宿命 他知道過其生的什麼意思 過其生的什麼事情 這國王就 阿瑟瑟就不信仰性 這麼下賤的人 突兀 怎麼能夠了解宿命 就是他對過其生的事情 怎麼知道呢 這個阿瑟瑟就去見 就去見了什麼 釋迦摩尼佛 這就是阿瑟瑟就把這事情告訴佛陀 佛陀就說 切實 這個人切實這樣 怎麼樣 就是他怎麼講呢 切實 他沒有答妄語 怎麼講呢 因為這個人是這樣呢 是過其生 不知道哪一生 曾經什麼 遇到什麼 畢之佛 他見到這個畢之佛 可能是有 善陰眼這樣 看到這尊佛 生歡喜心 他歡喜怎麼樣 歡喜心呢 那就自成心 詳細的觀察 這位阿瑟漢 畢之佛就是阿瑟漢 從頭到腳 這麼觀察 就像類似觀相念佛一樣 觀相念佛 這種心 看他的頭 整個身體 然後看到他的腳 就這樣看一下那些 才是這種觀相念佛 那種善 他的善良的心 就善根 那種善心都生起來了 就是功德力 就因為這個看 那在觀相念佛 記得我上次講一個故事 就是那位仁蟎的故事 仁蟎記得嗎 攝利佛 不是那個杜花這位仁蟎 對不對 他也是一樣 看 就這樣看這個攝利佛 就這樣一樣 從頭到腳 就這個人也是這樣 看到這個阿瑟漢也是 從頭到腳 這門自成心來觀察 就是觀相念佛 那種功德力 因為在觀察的話 就不能訓取立法式了 因為他是聖人的境界 就像觀相念佛 所以讓這個善根很深厚 所以上根也就是一種功德 說到什麼 異界天就這樣 而且異界天的狗暴 就是你在四天完天 狗暴盡後 就這樣生人間 人間狗暴盡後生人間 狗暴盡後生人間 狗暴盡後生人間 人間後生人間 夜魔天 夜魔天生人間 就這樣六次了 你看 不可思議 而且這是第一功德 第二個 他能夠知道宿命 有這個功德力 就是因為他觀察這個屁字母 能夠知道宿命 所以他這句話說 因為福報所 因年所說 不能天六方 但是呢 罪還沒 這個殺 土養的罪還沒成熟 因為他怎樣 因為他今天那個 因為他就是那個 詳細觀察這位 那個上根的福 就是你觀察這位屁字母 這個福德因年成熟 先得到這個狗暴 就是從異界天 狗暴 就是你在 你得到異界天 人間這個六方 這個六方的狗暴 先成熟了 但是呢 他殺養的罪暴 還沒成熟 所以慢壽 是不要慢壽狗 就是換句話說 因為這一生是最後一生了 他這一生是因為他從 塌花自在天 然後到人間的狗暴 人間的狗暴 進後 就要到什麼 要下第一了 要下第一了 知道嗎 他因為一間天狗暴進 就要下第一了 然後 因為土養之故 第一罪暴 在地獄完最後 還要出生到 生到羊 生到羊群中 還債 就這樣 這個人 佛陀教 這個人的宿命 對那個宿命很淺薄 他只要看到這個六生的 沒有看到以前的境界 所以他知道 就是他知道 因為他知道 為什麼 六天就是在 從四天晚天 先進到人天 還繼續土養 他只要這個事情而已 像在四天晚餐 以前 譬如說 觀像 觀察 這位 辟知佛 那種功德 他不知道 他以為是說 怎樣 他土養的功德 他以為土養是有功德的 是這樣 他不知道他過去生的事情 因為 內心翻習 觀察 思維 這個辟知佛的功德 他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以為是土養的功 土養有功德 讓他什麼 生到天上去的 是這樣 他以為是土養 就是生天的陰 所以他雖然知道宿命 因為他 那個功德 他就那個宿命通太淺薄 太淺薄是這樣 這個故事就是說 他不明白 因緣果報 就是這樣 非處之地 就是非處 不合物道理 所以他 因為他會什麼 今天會什麼 他會什麼說要 像那個阿瑟斯瓦捏 現在能夠當屠殺 屠殺 屠羊 屠殺羊 牛 他認為 因為能夠 能夠生到天上去 是這樣 所以佛陀 能夠知道 眾生的一切 你十萬一切眾生 你所做的事情 是合無道理的 不合無道理 都一清熱楚 就像我們說 照做十三夜 五屆十三能夠生到天上 人天的果報 你如果照做十二夜 就到什麼 到達那個 就是他不合理的 就是你 如果你照十三夜 五屆十三能夠生到天上 人天果報是合理的 你照做五屆十二夜 就是到三二道 就是確實 如果說能夠生到天上 那是不合理的 不可能的事情 照十二夜 十二夜 那就是三二道 如果說能夠生到天上 那是不合理的 所以因為他這個人 因為 叫不合理 就是因為他這個人 他認識那個宿命 過去生的事情 認識不清楚 他以為屠宰那個什麼 羊 能夠生到天上 是這樣 那因為他不曉得 因為他 他的那個 因為過去生 因為他觀音像 這個 屁次婆的果報 這個果報先成熟了 所以先想 先得到這個可樂果報 可樂果報 我們到地獄去了 還是這樣 他不曉得那個 前例後果 是這樣 這個大家知識處 廢處知之力 這佛陀 他這樣度化終身 他用這種智力 能夠知道 什麼是有這種智力 如果這個事情 是合無道理的 不合無道理 都能知道 然後第二個 知葉報不智力 這個知道 這葉報就知道什麼 三世的 葉因葉果的道理 這個知葉報就知道 過去 現在未來 三世的 葉因葉果的智力 怎麼講呢 這佛陀能夠知道 十萬世界 一切眾生 他過去生 現在生 未生 他所造的 種種種的葉 以及他 種種種的果報 佛陀能夠一清二楚 就是能夠對我們 過去現在未來 所造的葉 及所得的果報 都清清楚楚 對這個十萬世界 一切眾生 能了然 就是 能夠了了 能夠非常清楚 自葉報之力 怎麼講呢 我是講了一個故事好了 這裡面的一個故事 大家要知道 這琉璃王 魅思家族的故事 琉璃王 這琉璃王 因為就是這樣 他魅思家族 佛陀 蘇家摩尼也是 想要跟他談判 就是跟他能夠 希望能夠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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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解決 跟他談和平解決 不要 不要攻打 世家族 加比羅偉國 但是 這琉璃王 堅持要 堅持要什麼 要消 消滅那個 加比羅偉國 世家族的人 那 其實 譬如說 有三條路 從琉璃王 他的國家 到加比羅偉國 三條路 他在第一條路的時候 佛陀在中途中間等他了 他也尊重 那個世家摩尼佛 那就繞不到 到第二條路 第二條路 在第二條路 佛陀在那邊等他了 又繞第三條路 佛陀在中途再等他了 這時候呢 他又繞到第一條路了 這佛陀知道 業力不可轉了 地利力不可轉 這樣 就換氣了 他就直接攻打那個什麼 世家族了 這時候呢 神通第一的 目見領尊者 他就把那個世家族 換在哪 換在波上 然後這波換到虛空中 是這樣 等他把這個 這個流利網 把這個整個加比羅偉國 全部滅掉的時候 當他 回去他的國家的時候 這時候 佛陀就請那個 尊者 就目見領尊者 把那個 波拿下來 全部變成血水 就這樣 這個地利不可轉 就這樣 那這裡面我需要講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 佛陀講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呢 就 過激生 是這樣 佛陀怎麼講 過激生就是說 這個加比羅偉國的世家族 是一個村落 是一個村落 這整個是村落 因為他們是一個 一村 以捕魚 捕魚為主的村落 他們 前面有非常大的池塘 大魚池 所以他們都把這個村落裡面 都把池內塘全部捕來 全部吃完 然後最後一條 大魚 非常大的魚 也是捕來 把他殺 殺掉 吃掉了 但是呢 這邊一個小孩子 在這個村落裡面 一個小孩子 從來沒有吃過魚肉 只是好奇心 只把那個 那個大魚頭 那個魚頭 翹到山下 就這樣 這個佛陀又講了 當時的大魚 最後一個大魚 就是什麼 流利王的前身 那些小魚 他們 那些被他吃掉的小魚 這是什麼 就是流利王所帶來的軍隊 然後這漁村人 就是因為 漁村人就是他們 漁村的人 就是被這個流利王所殺的世家族 就是等於在裡面 撥的那個血水都一樣 這個就是這些漁村的人 就是被這個流利王所殺的世家族 當時就是沒有吃魚肉 那個對這個就是說 敲了魚頭山下 就是我自己 就是這樣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我頭也痛了三天 佛陀是這樣 他是那個生痛 心不痛是這樣 因為佛 佛會法王 依法自在 是這麼意思 因果是這樣 佛陀能夠分析很清楚 親就是說你對那個盧氏陰 盧氏國能清清楚楚這樣 夜陰夜國很清楚 陰眼所生煩 這個人就是說 這個意思怎樣講呢 這裡面實在講流利王 媚世亞 人家就是說陰眼國報是這樣 是歷歷不爽的 怎麼講呢 就夜陰感夜國 像剛才那個故事一樣 就是那個 剛才那個老羅漢 他也是因為過激生 露罵了12鐘頭 對那個出家人露罵了12鐘頭 所以感到什麼 12年國報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了解到 這樣的話再講一下 因為我聽我們那個蒼公書講 像流利王 滅世亞族故事 然後波奧裡面放的 那個尊者把這個世亞族 都放在波奧上面 結果變成血水 都是證實的事情 那這種地念怎麼轉呢 要從心地轉 結果怎麼轉 就是這些人 就世亞族裡面要這樣 要好好的暢肥 就是要拜火求暢肥 它是福底初心的根本方法 就是你要暢肥業障 不是說你要不是用神通 你看尊者就用神通 那尊者用神通 換成還是變成血水這樣 地念 就是不用神通或者加實力都沒有用 這個業怎麼改變業 要改變內心 改變內心 因為新人轉業啊 轉業就這樣 你暢肥的心 拜佛就這樣 轉那個內心業力就這樣 像我們今天每個人都會 他們遇到什麼天災人佛 都是自己業力所感人 比如說要講到 順便講到這件事情 先講到一些其他事情好了 比如說我們看那些 看我在聽 可能是21號吧 10月21號 發生那個普悠瑪事件 對不對 在宜蘭那些 現在事情也是業力所感人 雖然說我們也是感傷 就是你看那些 那些 往生者的家屬們 那種悲痛的事情 悲痛的心 那種我們覺得也是 感覺到內心 好像我們親了一樣 但是我們要了解到 這些都是一種業力所感的事情 就是這樣 業力所感 業力所感就是你自己造業來 過期生的業力 業力的因緣 感召這個果報 所以平常要怎樣 要多拜佛求唱 切神志很重要 就像流利王 面世亞就是這樣 才是要拜佛起來 是在福利初心的方法 所以業報自立 佛頭有這個 他知道我們這個智慧力 眾生有種種的因緣果報 確實 過去 現在 未來 因為我們都會遇到了 未來都會遇到什麼 不曉得遇到什麼果報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間 是不是 業力在做足的世界 我們老病時 生老病時 種種的境界 正報的身心 老病 還有醫報的境界 我們遇到什麼 颱風 天災人火好了 我們要講什麼 都是什麼 業力在決定的 就是業力在決定的 我們一切 我們是敬禮而為 但是都是業力在決定的 但是這時候 我們要怎樣 難免會遇到什麼 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乃至更大的 重大的一些挫折 乃至遇到天災人火這些 要先拜佛求善很重要 你內心要轉業 怎麼轉 拜佛 因為什麼 你看 結果內心好好拜佛 就是第六四 都用功修行 來訓取第八四 讓你那個清淨的業力 現行的時候 那種二業的業力 它總值 就不會現行的是這樣 因為什麼 哪個業力 就是怎樣講 哪一個業力先成熟的時候 就現行現行 你讓你拜佛求善悔的時候 就是那個清淨的業力 就勢力很大了 所以你過期生 你照做的二業 就比較不容易現行是這樣 那這裡講這些 也是跟大家互相美麗 就是平常要講 都拜佛求善悔是這樣 講到這個業報之力 佛佛能夠一清二楚 每一個眾生 十萬歲每一個眾生 你的過期 現在未來的 因爲國報佛一清二楚 是這樣 第二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 然後呢 我們來看這個護表真 佛佛知道什麼 知禪定卸透善悔禁過分配之力 及知盡利等知之力 佛佛能夠知道 十二世間眾生 你的禪定力 就是說你這個禪定什麼樣子 這禪定就是世間禪 還有初世間禪 佛佛能夠一清二楚 你這個禪定是雜染的 還是親近的佛佛一清二楚 謝禪三昧 這個謝禪 你那個無量的三昧 無量的百姓三昧 你是親近的 你就會對這個行者 你所成就的謝禪 禪定 還是無量的百姓三昧 你是親近的 是扩染的一清二楚 是這樣 那知道眾生 你那個對你成就的 就是佛佛佛能夠知道一切眾生 他成就這個禪定是一種清淨的 淨就清淨 或是扩染的 扩染的 他能夠分配清清楚楚 是這樣 你得到這個 因為他你得到這個禪定 謝禪三昧 這個講的 這裡面這個 這是根經老大臣他講的很多 我們看下面 幾次什麼 禪定等之之力就好了 禪定就是什麼 禪定的意思 等字也是禪定的意思 都是禪定的意思 就算他對這個行者 你禪定的生前 你知道這個禪定是 是扩染的 是親近的佛佛的一清二楚 就這樣 為什麼禪定這個禪定 你為什麼要講呢 他就用止觀 禪定就是止觀的意思 那因為止觀很重要 這個止觀 因為止觀才是定位的 止觀是陰 定位是國 是這樣 所以佛陀一清二楚 對這個人的修辭 是清清楚楚 你成就這個禪定 是一種雜染的 就是有我的心 清淨的心是這樣 是以無我的心來修三境 佛陀一清二楚 是這樣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佛陀 知眾三昧上下跟知力 這個比較簡單 他能夠很 知就能夠很清楚 能夠知道眾生你的根性 是上根 是上根叫立根人 下是頓根差別 他知道你這個是上根的人 是想能夠這樣 能夠分配他 能夠來射受你 是這樣 佛陀能夠一清二楚 這是佛陀的佛德制 能夠射受上根的眾生 也能射受頓根的眾生 是這樣 眾生的根性的差別 第五個什麼 他自重有種意志力 這個意志什麼意思呢 意志有種想要 好要 想要的意思 就是那種好要 怎麼講呢 好要怎麼講呢 就是有的人 就是說 就是說怎樣呢 就是那個 比如說 因為每個人的根性不一樣 比如說你是小學生的根基的話 小學生好了 你講什麼 大學生的那個道理 他聽不懂 如果說一個大學生的話 一個大學生的那個 比如說假如這個大學生的那個行者好了 你講小學生的道理 他不想聽 你這個太簡單了 太簡單 聽了他不想聽 根本不想聽 所以佛陀能夠知道眾生的什麼 那意志就是說他眾生的根 他能夠知道他想要聽什麼 因為他本身是種大學生 要講什麼 講大學生的一些道理給他聽 這個小學生呢 你要講小學生的道理給他聽 就是意志 好要的想要聽的這個意思 這佛陀能夠印基說法就是這樣 之中的意志 印基說法就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過 千百億發生 就是這個意思 佛陀能夠千百億生就是 官司運步道三十二印 有那個意思 就是說那個印槍 你想聽什麼 就講什麼 可以聽 印這個基 是這樣的 辨別 是這樣的佛陀 有這種智慧力 是獲得字 這是第五個 第六個 知性之力 這個習性 習性 每個人習性不一樣 你有沒有兩個 我說習性不一樣 貪嗔痴的習性不一樣 每個人貪痴 有的人貪比較重一點 有的人稱比較重 有的人疑痴的心比較重 不一樣 每個人跟那個 就是那個習性不一樣 知性之力 是這個意思 即是什麼 種種智力 這個戒 種種戒之力 這個戒就是什麼意思 進戒 中有進戒的力量 中有進戒的智力 每個人 因為他的種子 這個種子感到那個進戒 都不一樣 這個種子的進戒不一樣 因為眾生的內心千差萬別 第八世 就是第六 第八世 那種子 無量差別 就是那個 貪嗔痴的種子 有的人不要 就剛才講過 有人貪的種子比較重 有人稱的種子比較重 有人疑痴的種子比較重 有人疑痴的種子比較重 就不一樣 怎麼講呢 能夠 就是說佛陀能夠 能夠 能夠 以他的高度的智慧 就善巧後面的智慧 能夠 應激 應眾生的病 來下藥 應病理藥 實際上眾生的病 就是煩惱 要到病處 是這樣 這裡面要說要講一個故事好了 但獲奇也都聽過了 這個設立佛尊者 有兩個什麼 兩個弟子 這個兩個弟子 一個修不禁觀 一個修什麼 蜀習觀 修了很久 都沒有成就 沒有成就 都沒有成就 這想要 想要什麼 還俗了 這根據那個大波內盤經的 大波內盤經的講歌 想要這佛陀知道了 佛陀用天眼看到 就把那個什麼 設立佛尊者來招呼一下 我說你今天 你這兩位弟子 這個修蜀習 就修蜀習官這位 這位比丘 要給他改成什麼 修什麼 不禁觀 為什麼 因為他在家的時候 是一個洗衣匠 洗衣匠 這洗衣的 洗衣服的 他看到的都是什麼 烏會的衣服 烏會 你怎麼叫他修蜀習官呢 更加應用他的習性 你看他看到都是烏會的衣服 不要再修蜀習官 要大家修什麼 不禁觀 然後呢 另外一位修什麼 修不禁觀的行者 比丘 他在家的時候是什麼 是被鐵匠 打鐵的鐵匠 因為打鐵的鐵匠 都在用什麼 烘香 烘香 踩下去 一敷一敷 有那種呼吸的味道 有呼吸的那種情形 應該修什麼 修蜀習官 不要修什麼不禁觀 佛頭就跟設立佛尊者講 你這兩位弟子要改變修行的方法 是這樣 因為這兩位 比丘還想要還修了 所以呢 這個設立佛尊者就馬上 就馬上 就把佛頭的法 就再告訴他兩位弟子 說到裡面 就趕快 如髮炮製 就是那個 襲 原來是襲 在家是襲衣服的 襲匠的 修什麼 不禁觀 原來是打鐵的鐵匠 修什麼 修蜀習官 就這樣 不久這兩位 比丘成就歐羅漢果了 就這樣 就佛頭能夠 能夠 眾生的病 能夠知病 就是說能夠造眾生的根性 修性 那個適合你 你這個可能適合什麼 修這個法 修這個法能力 能夠成就生道 佛頭一清二楚 是這樣 因什麼 眾生的那個習性 能夠因 散起來萬變的 對症下藥 就所謂 因病以藥的意思 因眾生的病 煩惱 給這個藥 讓他藥到病除是這樣 然後第七個呢 就是 一切促 道自立 一切促 這個什麼 這個促 這個促 就是禁戒的意思 禁戒 道就是什麼 方法 就怎麼樣呢 怎麼講呢 就你修什麼法門 道就是修什麼道 你修什麼法門 就能達到什麼 禁戒 或是一清二楚 如實明了 就是他能夠知一切促 道 你修什麼法門 這個促 促就禁戒的意思 這個促 剛才那個第一個是知識促 那個促是何無道理 這個促就是 什麼禁戒 知道一切禁戒的道自立 你要修什麼法 修什麼法 法就是道 道就是法門 修什麼法門 就能達到什麼 何種的禁戒 佛德是如實明了 是這樣 如實明了 叫知一切促道之立 第八個呢 知宿命之立 即知宿命隨練之立 這個講了很多 這個怎樣呢 就是 知道 他知宿命 就是知道眾生 過其生 宿命就是過其生 宿命通 這個第八個叫佛德 宿命通 這個意思 不是宿命通 宿命明 宿命通 了解說 你過其生是個 過其生是怎麼樣 佛德 一清二楚 你是會什麼 這禁什麼意思呢 這禁就是說 會什麼會成為 比如說你會什麼會成為這樣 比如說你過其生是個人 佛德 你一清二楚 你會什麼成為人道 能夠對你的 成為人的 來容器嗎 一清二楚 就禁的意思 宿命禁的意思 知 這個怎麼講呢 過去生 你就說你這個眾生 十萬世界 無量的眾生 佛德 一清二楚 就是你過去生一節 乃至無量節 所有生命的神 佛德 一清二楚 不然知道自己 也知道眾生 你無量從過去生 過其生 乃至無量節 佛德 一清二楚 就在哪裡生的 哪裡死的 佛德 要生到何處 信什麼叫什麼 佛德 一清二楚 你的生命 就是你的生命的苦 你就是生命的苦樂 受命的殘短 從過其生到無量節 一清二楚 我們知道 這個還是有故事的 這個像你看 那時候有位 這誰啊 那個 這誰啊 那個尊者設立佛 那時候佛陀 他們就是設立佛尊者 跟隨著 跟隨這個誰啊 這個 那個 佛陀 在那個 在那個奇幻金色 在落佛金行 赤宝萬人他們就落佛金行 剛好天空中 有一個老嬰 在追什麼 追一隻鴿子 這鴿子呢 也是有數數三根 就飛到什麼 佛陀 就是佛陀 和尊者在驚喜的地方 這老嬰就不敢 不敢追逐他了 這時候佛陀的身影 該呼到什麼 這位鴿子的身上的時候 鴿子呢 顯得 一樣很安詳自在的樣子 但是呢 當佛陀走過就會 接著才 設立佛尊者 走過的時候呢 他的身影 蓋在這個鴿子身上的時候 這鴿子這樣 顯得很緊 很狂恐啊 內心的不安的 不是安詳自在 不安的樣子 翅膀就拍拍 有一種 面試的感覺 拍翅膀的樣子 接著不安 就是內心不安定 佛陀請教這個 尊者就請教佛陀 為什麼這樣呢 佛陀說 因為你還有什麼 喜氣 雖然你見事都斷了 但是喜氣還在 所以他感覺到那個 還有喜氣在 所以呢 那這鴿子還不安 那佛陀就請 問這個誰 說不安定 佛陀就問那個 問瑟琉 就說 你看這隻鴿子呢 過去生是怎麼樣 還有來自這個 尊者就講說 他過去八萬大節裡面都是鴿子 但八萬大節以外呢 不曉得了 就 阿羅漢他的宿命通 只有在八萬大節知道而已 但八萬大節以外就不知道了 就佛陀能夠知道無量節 是這樣 像往生 比如說 好了 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 像佛陀也是一樣 也能夠得到 無量節的智 他能夠宿命通 也是無量節的智 知道那個握其身 什麼意思 有這個力量 像佛陀有那種佛陀那種 宿命通的 那種智慧力 是這樣 然後佛陀又問了 問這個 問這個瑟琉 那你看呢 這隻鴿子呢 來自是怎麼樣 就用天臉 就在天臉通 這時候呢 這個瑟琉用天臉通去觀察一下 觀察到來自八萬大節還是八萬大節 來自八萬大節也是鴿子 佛陀就講了 在八萬大節以後呢 他會怎樣呢 也變成一位 就是鴿子 這個果報環境 變成一個人 然後修行 出家修行了 以後 漸漸修行 以後變成一個 那個 peaceful果 是這樣 佛陀一清二楚的 這是一個天臉通 一個宿命通 為什麼呢 先看久 看久一下 久 知生死之力 己知天臉外之力 就是什麼 天臉通意思 天臉通啊 就是佛陀有那種天臉通的智力 這個天臉通 他知道你為什麼 他通過 對你這個稱為 剛才這個鴿子啊 因為我講那個故事也包含什麼 宿命通還是什麼 天臉通 歐羅漢只有八萬大節 他宿命通也是八萬大節 天臉通也是八萬大節而已 但往生到極樂世界 乃是有無量的 能夠知道未來 不只八萬大節 像菩薩一樣 知道佛菩薩一樣 那種神通 能看到 無窮盡的那個十節 也是這樣 那種智慧力 那剛才這個講過 這個眾生 你看他那個 了之生死之力 就死在這個一般 生到哪一個地方 那個現象 無邊世界的微塵 來到無邊世界的大海 一滴的水 佛陀就如實了之 換句話說 十萬世界 哪一個地方 下了一滴水 佛陀一清二楚 就是要有那個智慧力 這現實的事情 連一滴水 掉了幾滴水 佛陀能夠如實了之 心量廣大 騙一切楚 有這個智慧力 就是這個意思 天臉通有這個智慧力 在這裡 佛陀天臉通 就是天臉無外智力 是這樣 第四個 知漏盡智力 這個漏就是什麼 煩惱的意思 漏盡就是沒有煩惱的智力 佛陀怎樣這樣呢 你對 他對 只有法界的眾生 你以後面斷除煩惱 佛陀能夠一清二楚 譬如說 你這個 他知道 你是歐羅漢 譬如說 聖魂元傑菩薩 他你斷到 他你那個斷到什麼 你就斷 自若 就你煩惱 斷到什麼 見世佛 你斷了成沙佛 無命佛 佛陀一清二楚 如果對眾生 你能夠 能夠沒有 就是你煩惱 就你煩惱境 你是斷了 你是斷了見世佛 斷了 比如說 我們說出國聖人 斷了什麼 見貨 佛陀一清二楚 二國斷了什麼 異界的 異界的 六品師佛而已 二國聖人 就是二國 那三國是斷了什麼 異界的師佛 斷進了 但是呢 五色界的師佛還沒斷 佛陀一清二楚 就這個意思 這個漏盡之力 就是佛陀能夠對行者們 救活界眾生 哪一個 十萬世界的哪一個眾生 他的環繞有沒有斷進 佛陀一清二楚 是這樣 這為什麼呢 這是佛陀 這四種智力 佛陀入化眾生來說明的是這樣 是這樣 那我們講這個為什麼要講那麼多呢 講這邊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呢 你可以想到 歐彌陀就是這樣 你說我們講這個十萬 十個 十粒啊 這個十種智力 我們對一種 歐彌陀 歐彌一清二楚 就是一種 我們對那個要產生對戰 歐彌陀的信心是這樣 是這樣 這種信心 佛陀都知道我們一清二楚 對我們的內心的境界 一清二楚 就這樣 所以才一種仰慕之心 想要完成極樂世界 有這種意思 我就是這樣講 都講了這個意思 花那麼多時間 講這個十種智力是這樣 好 我們再回到 就看到四五位好了 四五位 稍微講一講 四位就好了 因為剛才講到施力 講了很多了 四位 以前也講過 就是佛在大眾說法的時候 他是沒有那種畏懼的 就無所畏啊 來說法的 為什麼 他智慧已經圓滿成就了 這是有四種什麼 我想一起唸好了 這四 一起唸 一一切智無所畏 二 落盡無所畏 三 收藏道 無所畏 四 修盡古道 無所畏 這是耶佛在大眾說法的時候 那種情形 因為他呢 成就一切智 這個一切智就是一切總智的意思 因為佛陀 斷了見世佛 成了什麼 一切智 斷了成沙佛 成了道總智 斷了無明智 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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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也滿成就了 所以他收完無所畏 是這樣 落盡無所畏 就算因為落 環老已經斷進了 斷進了 劍師佛 成沙佛 無明智 人家說 就是所謂 我們所謂五柱 就是五柱 二十永靜 就是那個 沒有 斷進了 能夠越過的 分斷生死 分斷生死 還有那個 變生死 對 就斷了 劍師佛 成沙佛運佛是這樣 若盡無所畏 他這樣圓滿的是這樣 第三個 說葬道無所畏 葬道 佛陀能夠知道 這個法葬道 這個葬 能夠障礙聖道的方法 葬道 能夠騙 因為佛陀無量的智慧 能夠騙之 這位障礙聖道的方法 障礙聖道 就障礙聖道的方法 能夠騙之 就是能夠用到智慧 無所畏 他就知道眾生 你修這個法 不會成就聖道的 會障礙你成就聖道 是這樣 佛陀能夠知道 無所畏 第三個 第四個 說禁苦道 禁就是除去 除禁苦道的方法 就是如果修行 才能除破 你如果修行 才能夠除破佛陀 如是了之 因為佛陀有親身體驗過的 你修什麼 說禁苦道無所畏 就是說禁苦道 禁要斷除苦惱的方法 佛陀你如何修行 就是這樣 才能夠除破 除去煩惱 佛陀如是了之 他能夠 就是佛陀有親身體驗過的 是這樣 簡單講就好了 佛四位 是這樣 其實把這個 剛才講實例那邊講很多 大家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這裡 十八共法 十八共法 稍微講一下好了 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我想 大家 就是說 這十八種是不同於什麼 共通於什麼 我們看一下 不共通於三聖 怎麼樣 是這樣 是 身文 言解 菩薩的法 菩薩為什麼呢 菩薩多多少少 因為他分證 他分證 就是分證 他多少有分有 究竟不能共融 因為他們圓滿 因為他們 他是分破文明 分證法身 就是那意思 他沒有辦法像佛陀那麼圓滿 是不是 菩薩是這樣 這十八種共通法 是根據那個 那個大波羅經 再錄下來的 第一個 我想一起唸 把這十八共法 上來唸一下好了 一 諸我 深無失 二 口無失 三 念無失 四 五 五 不定心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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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謝都無間 十二 謝都知見無間 十三 一切深夜隨智慧行 十四 一切口夜隨智慧行 十五 一切一夜隨智慧行 十六 智慧知見過去是無礙無藏 十七 智慧知見未來是無礙無藏 十八 智慧知見現在是無礙無藏 簡單講就好 第一個 一二三是要什麼 因為深口義來講 深口義 這念就是義業來講 這為什麼能夠諸我深無失 他的深夜 就是 這深夜就是因為他佛陀 心很親近 為什麼 那個就是說 他能夠無量皆來 延遲親近的戒法 而且內心有長大深入這個聖聖 內心有能夠深入什麼 深深的禪定 而且內心有得到那個 就是內心有得到那個 因為介就是那個 而要得到什麼 無銀廟的智慧 就是他界定會的功德 非常聖聖的界定會 所以讓他的生業沒有過失 就是生業沒有過失啊 口岩沒有過失,念念也沒有,異業就念,念就是異業 因為心腸結照,佛陀心腸結照 就是那個波羅智慧現前,所以他沒有過失 內心、異業、身口異都沒有過失的,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第四無意想 這個無意想,無意就異就差別,怎麼樣 沒有差別就平等,就是佛陀啊 對其中是平等看待的,就是意思 沒有差別那種親書遠近的分別想 比如說這個人是尊貴的,就為他說法 這個人是平靜的,就不為他 沒有這個,佛陀是平等的看待 無意就是平等想,就是意思啦,平等想 對其中是平等想的 無不定心,因為剛才講過,佛陀啊 行、住、坐、都在定中 人家說,那且常愛定,無有不定時 就這樣,你比如說佛陀在定中 你看,收法都在定中 他一旦講,行、住、坐、都在定中 收法在定中,你看,不可思議 一般來講,要叫八地菩薩 就是一般來講八地以上的菩薩 才有這種功 動也在定中 一般他叫,一般是子在定 他那個行、住在定,無不定心是這樣 那無不知己,無不知己舍心 有人叫怡啊,這個己啊 這怎樣,怎麼講呢 這個舍,講到舍呢 這個舍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約那個舍說來講 第二個這個舍約什麼 看破放下來放下來講 就是那種空觀的意思 舍下,空觀的意思 就怎麼樣呢 我先講好了 這個講一個意思好 講那個舍好 那個看破放下那個舍好了 就是說佛陀啊 對一切法無所不知 無不知就是那一切法啊 他的性向、事理啊 因果,無所不知、無所不見 而且呢 無不知己舍 那就是說能無所自走 這個舍就是 我說放下 就是那無所自走的意思 有那空觀的意思 這個舍有一種火空、火空空的意思 就是能夠 對這一切法能夠不自走的意思 無所自走的意思 放下的意思 這個意思 講這個意思就好了 其實還有一個意思 就講這個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無舍心 我不知己舍心 是這樣 第七個呢 義無檢 這個義運是怎麼樣 義有兩種 第一個是善法義 善法義 第二個是善法義 善法義是用佛陀啊 那個譬如說 他這個善法義就是對善法 什麼善法 不施啊 慈戒 六度方便就善法 經驗善法 就是善法義 就是那種度化終身的心 譬如說 什麼善法義 就是防護的境界 善法 就善法義 就是善法義 這義就是善法義 沒有減少的 就是沒有不足的 很圓滿的是這樣 或是圓滿的是這樣 然後呢 這裡面就講到呢 這個 精進五檢 就是佛陀利益眾生 精進的利益眾生 他沒有減少 就是他念念 就是要利益眾生 精進的利益眾生 精進的利益眾生 沒有減少的 沒有不足的 這個念 念五檢怎麼樣講呢 就是說佛陀 安住在世 聖聖禪定 無量神通 他念這個三世 通道無外的 就是念三世 就是念那個念頭 這個和那個 過去現在未來 他的念頭 那個關照這個 過去現在未來 他的念力 念力啊 是沒有無障礙的 就是那個心力 那個念有這種心力 心力是無所不在的意思 怎麼講呢 我記得有個故事 就有一位老人家 可能年紀大了 想要來 想要怎樣 想要出家了 出家 但是他到 因為剛好佛陀不在 這時候 設立有尊者 還有目見者 就接近他 這尊者就問神通 看完這位老人 有沒有上根 他們觀察宿命中 八萬大姐 你妹 都沒有什麼上根 就跟這位老人家 你沒有上根 所以不適合出家 這個老人家 是要走出那個金色外 那最後那些內心很悲傷 剛好呢 佛陀看到了 剛好飛來 問他怎麼回事 就把這件事情告訴佛陀出家的事情 佛陀說你有上根 就這樣 就因為這樣 把他帶回到金色裡面去了 這位佛陀 然後這位老人家 也是因為經過佛陀的調教 成叫什麼 歐浪國了 那這位尊者 就問佛陀 他怎麼可以出家呢 沒有上根 佛陀說 在八萬大節外 八萬大節外 有一次 他因為過去是什麼 一個喬呼 喬呼 就是砍柴的 到山上砍柴 喬呼 那時候呢 剛好聽到老虎的聲音 馬上跑到樹上去 那看到老虎過去的時候 那類似什麼 辣摩佛 就是那些很驚嘆 好 就類似一種 那些很感嘆 不是感嘆 就是那種 有那種 哇 幸好沒有變什麼 老虎看到 就辣摩佛 唸出來 就是這個喬根 成就什麼 讓他能夠在 在釋迦摩利弗的時代 出家修行 而成就歐浪國 是這樣 所以念就是用 佛陀的那個念力 能夠通達無外的是這樣 那念力就是沒有不足 那個心力 這個念就是用心力 無所障礙 就是沒有通達一切十萬三四的 就這麼講 這樣 因為他既有無量 因為他禪定神通力 那個智慧力非常足 是這樣 圓滿是這樣 第一次看 佛陀的智慧力 這個 廢五檢就是 這廢就是 前面所說的佛的實力一樣 就是那個意思 智慧力 就 五檢就圓滿 圓滿不檢的意思 五檢的檢 大家等一下 就是圓滿的意思 沒有減少 就圓滿的意思 因為得到一切智慧了 第一次看 洩脫五檢 洩脫啊 佛陀就已經洩脫了 所以 不會是因為時間 不因為因時間長眼而直走 是像洩脫五檢的意思 這洩脫 他能夠有為的洩脫 就是說 怎麼講呢 有為洩脫是無肉之輩 無為洩脫是甚麼 連那個習氣都沒有了 不只說 那個普通有為洩脫是得到這個無肉之輩 把煩惱斷進來 但是還有習氣 無為洩脫是怎樣 不斷把那個習氣有斷掉 不斷斷了習氣 無為洩脫就斷了習氣 是這樣 圓滿究竟的 究竟的洩脫 叫洩脫五檢 第十二個 洩脫之劍五檢 洩脫之劍 這個之劍是甚麼意思呢 智慧的意思 這個洩脫的智慧也沒有減少 怎麼講呢 他這個智慧 他對那個什麼 什麼時候洩脫的 就是他有這個無量的智慧 就是他洩脫之劍 這種智慧他能夠 比如說 譬如說好了 這個洩脫有三種 一個是 廢邪脫的洩脫 還有什麼 忌邪脫的洩脫 還有什麼 無語邪脫的洩脫 佛洩 你這個是廢邪脫的洩脫 廢邪脫的洩脫 廢邪脫沒有神通 他有那個智慧力 還是成就四個洩脫 但是他沒有什麼神通 那呢 忌邪脫的洩脫 忌邪脫的洩 無語邪脫就有神通了 佛洩脫的洩脫 一清二楚 知見 沒有 他能夠這個知見 他能夠圓滿著 他這個智慧力 他對這個 就是這個洩脫之劍 有一個歷史的洩脫 他能夠知道 譬如說 如果成就勝到 他的一清二楚 他能夠 這個知見就能夠 有一種 我們說 一知 三三路 修復過來人 有那個意思 佛洩脫這個知見 如果成就 能夠引導眾生 如果到山頂上 有那個意思 洩脫智慧 無解的意思 沒有不足的 圓滿的那個洩脫之劍 然後下面呢 身口意 這三點就是說 就什麼 就是說因為 三倫不思議話來講 三倫不思議話 三倫不思議話 怎麼講呢 這三倫就三葉意象 因為佛陀 不是不照葉 知道嗎 葉是葉什麼 因為我們眾生來講 叫三倫不思議話 這三倫不思議話 只要三倫不思議 第一個生葉 隨之略行 這生啊 能夠什麼 千百一發生的意思 就是生 隨之略行 千百一發生 就是這種 出示 度化眾生的 親近業力 隨之略 生葉就是裡面 叫三倫不思議話 這個生葉 隨之略行 它能夠千百一發生 就是 像那個 官司無法三十二義那個意思 口葉 怎麼講呢 這口 它能夠 有無量的變才 它那個印雞說法 印中印 就像剛才講過 就像水能說法一樣 你喜歡聽小聖法 就講神話給你聽 你喜歡聽大聖法 佛陀能夠 就是印眾生的雞啊 講大聖法 是這樣 一切異業 這異業 隨自會形成這樣 因為佛陀能夠 有那個自費力啊 能夠 見別眾生的根基 異業 就像剛才實力裡面 它能夠 你的習氣 你這個人 習氣 你的貪生字 就像那個習医匠一樣 你這個是 你習医匠嘛 習医的 他能夠常常跟什麼 那些雜欄 又有接觸 修普經官 佛陀有這個自費力啊 就能夠見別眾生的根基 異業就是一樣 能夠見別眾生的根基 那後的字啊 就能夠 它這裡面就能見別眾生的根基 那個硬幣你要的意思 異業 那口異業就是那個 所以能夠欠白域發生 乃是呢 能夠講 能夠 口異業就是能夠 演說 種種的法 是這樣 硬眾生的根基是這樣 這個異業就是 見別眾生的根基來講 就三倫不思議法來講 那16、17、18呢 你看 就是一個什麼 深口異 就是那個 就是一個是過去的 一個什麼 未來的一個現在的 就是佛陀啊 無量的智慧啊 能夠知道過去 現在 未來 三世英國 一切諸啊 無不明了 無所障礙的意思 第一個什麼 16是約什麼 過去來講 17是約未來來講 18是約什麼 現在 就是對這個三世英國啊 就是眾生啊 十方世界啊 一切眾生啊 那個過去 現在未來 三世英國 無所不知 無所不見 就是你要 本身能夠 對他們 三世英國能夠 寥寥分明 無所障礙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這簡單的 這個簡單 這裡是簡單 就是我們講這些 佛陀國地的功德 讓我們對這個 歐彌托 有什麼 深深的 那個什麼 一種 仰慕之心啊 是這樣 佛陀就是歐彌 就這樣 那個智慧力 講那麼多 講那麼多 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 對佛陀 對這個 你對這個淨土法門 有一種 才是一種信心 這樣 這個意思 我們看一下 再回到講表 這邊 課本裡面 講表 我們看一下 講一下 佛 我們講到 五術頁 佛實力五衛不共法身 就是你實力 剛才講過 五衛 四五衛 不共法 的法音 佛陀你要聽到 你要想聽 就是意思 就是這個水啊 能講 實力 佛的實力 那個智慧力 他度化眾生的一種智慧力 霍陀的字 四五衛 不共法 的法音 還有什麼 諸痛慧聲 就是 佛 種種的神通智慧 種種的神通智慧 無所作生 不其滅聲 這無所作生 這無所作生 就是你要做 無所作的意思 怎麼講呢 就是那個 比如說 佛陀的受法度眾生 它是 所無所作 是這樣 比如說 金剛經有一句話 它怎麼講 說法者 無我可說 世民說法 對不對 這沒有說 這個 佛陀啊 講經四九年 對不對 講經四九年 那個還有三百一會 但是佛陀 說法者無我可說 沒有說 都沒有說一法 就是那內信 安住傳 我空法徒真理 做無作的意思 這個意思在這裡 不其滅聲 就是能夠安住傳 不生不滅的理體上 就是這樣 能夠講不生滅的意思 就是不其滅聲 起就生滅意思 說明那個 不生不滅的法音是這樣 能夠說明不生不滅的法音 是這樣 那無聲忍聲 這個無聲忍聲 居然講過了 就是說 它能夠這個 一般來講 八地以上的菩薩 八地以上菩薩的境界 就是說這個 無聲忍法聲 它能歷念 跟什麼 我空法徒真理 來相應 就是那一切心意識相 你一切心意識 能夠歷念跟什麼 我空法徒真理 相應 這個忍就是一種 忍就是 忤解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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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可 安忍 忍可就是忤解的智慧 安忍是忤解的智慧 無聲是離 離 離是守正物的 守正物的那種 不生命的禮 是這樣 忍是人真的智慧 無聲是守正物的禮 是這樣 對這個無聲忍的法音 它也能夠引說這個 無聲法忍的法音是這樣 乃至呢 甘露灌頂座妙法聲 這甘露 這個乃至用 超列之詞 乃至就 把這個 四千法門的法音 他其實也能夠 也是能夠講說 乃至就 超列之詞 怎樣講 他能夠列掉什麼 其他 八萬四千法門的法音 乃至 然後甘露 就是講一個 甘露灌頂妙法聲 這甘露灌頂 這甘露灌頂就是 有一種 從淺 淺淺的 淺見的含義是怎樣 就是能夠到達內心的 用灌露就是 能夠讓我們眾生的 達到 華喜 那喜樂之音 是簡單的 但是其實它含義是怎樣 就是能夠 甘露灌頂有一種 等級菩薩的法音 什麼講呢 因為古代 那個轉人聖王 古代那個轉人聖王 要繼承王位的時候 就古代轉人聖王 要承受王位的時候 要用大哀水 來灌頂 用大哀水來灌頂 表明 必要繼承王位的象徵 就是 十萬諸佛 對菩薩 做甘露灌頂就是 表明它 要繼承受去做佛 表示這位人 這個菩薩 佛陀為他受去做佛 就利用甘露灌頂 來表示受去做佛的意思 他以為成佛的意思 所以甘露有一種 就指那個 等級菩薩的法音的意思 像甘露灌頂 眾妙法音 就是這個意思 你把這個等級菩薩 就以甘露灌頂說明了等級菩薩的妙法音 來說明 好 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先 因為時間到了 那我們先下課 剛才我們談到 說這個 這個 水能說法 這個水能說法 談到這邊 就是說 請大家換到五十五頁 這邊 講表五十五頁 這邊 就是說 乃至甘露灌頂眾妙法身 就乃至這個 乃至超日之 神類的八萬世青法門的法音 甘露灌頂就是一種等級菩薩的法音 就是那種 剛才講過 甘露灌頂 因為古代 這個 轉人聖晚 要繼承王位的時候 就用那個 大海水 來灌頂 好像這樣 表明它是一種 繼承王位的象徵 就以甘露灌頂 表示繼承王位的象徵 所以說 說明佛陀 為這位等級菩薩 受聚作佛 那個意思 來自甘露灌頂眾種的妙法音 然後 如是等身 如是是指法之詞 指上面 從上面那個 種種的法音 如是 指上面的種種的法音 上面所說的種種的法音 如是等身 秤呢 秤其所聞 秤這個秤意思 這秤就是這種 那個 秤和 就是適合 什麼 這些 木裔者的根基 就秤其 就能夠秤和 這個木裔者的根基 他所 所耗耀的 他所需求的 能夠秤和這個 木裔者的根基 秤和他的耗耀 他的所需求的 是這個意思 秤其所聞的意思 然後內心能夠 所謂聽完的話 翻習無量 無量的法行 就是為什麼得到無量翻習 得到法義了 得到佛法的利益了 就這樣 真實的利益 就內心有無量的功德 能夠 能夠富然開一節 所謂的心開一節的意思 心開一節 翻習無量 是這樣 悟到這個理 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他這些水人說法 就代表佛在說法一樣 我們佛以音言說法 眾生水裡歌得解的意思 這樣翻習無量 都要法義 是這樣 那這裡面 我現在講個故事好了 你看到在佛羅世代 佛陀的大副法 就是那個 己孤獨長者 就己孤獨人 聽過嗎 己孤獨長者 他有飼養的兩隻鸚鵡 這兩隻鸚鵡 善解人意 善解人意 就是能夠 你講話他能聽得懂 善解人意 很有靈性 所以這兩隻很有靈性的鸚鵡 每當有人來到 這個己孤獨長者 就虛達長者 己孤獨長者 就虛達長者 加重來 他這兩個鸚鵡鵡 就跑到客廳 就通知 有人來了 有人來拜訪你了 就這樣 很有靈性 然後 有一天 歐蘭尊者 就來拜訪 己孤獨長者 看到這兩隻 很有靈性的鸚鵡 就為他們說法 說什麼法 苦疾媚道 聖媚是弟的法 這兩隻鸚鵡 很有靈性 他能聽懂 聽懂 尊者的話 法 法語 這開示完後 這兩隻鸚鵡 內心翻習 就在樹上裡面 跳了跳下去 有一個滑起的意思 然後 聽完後 當天晚上 這兩隻鸚鵡 就被什麼 野狐狸 又被狐狸吃掉了 然後隔天早上 歐蘭尊者在社會城 脫波的時候 聽到人家說 就跟他有人講 說這兩隻鸚鵡 被什麼 被野狐狸吃掉了 這時候佛陀 這個尊者 就回到 脫完波後 就回到金色 他就請教佛陀 這兩隻鸚鵡 他的來 他的去 就是他 晚生到什麼 記憶關係 被人家吃掉 他往生到何處呢 佛陀就講了 因為這兩隻鸚鵡 因為 當天 因為聽完 尊者 歐蘭尊者的法 世聖曆法 就苦極道法 內心煩喜充滿 就這個 這個善意也這樣 使他晚生到什麼 義界天 從四天完天 他報 四天完天 狗暴鏡的話 在四天 壽命鏡的話 要到哪裡 道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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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暴鏡的話 夜魔天 夜魔天鏡的話 到什麼 多帥天 多帥天鏡的話 到什麼 花樂天 花樂天 壽命鏡的話 到什麼 湯花之在天 湯花之在天 那邊 壽命鏡的話 又到什麼 又回來了 花樂天 再來什麼 多帥天 再來什麼 夜魔天 道理天 四天晚天 就這樣 又重複了 來七次 上上下七次 然後七類七次 在第七次的時候 就回到這樣 就投胎為人 投胎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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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因為有經過善制 要出家修行的 成叫什麼 成叫披治佛國 不可思議 文化的力量不可思議 我說歡喜無量 得到法義 他那個種子啊 很深厚 那成叫什麼 到異見了 享受五一之樂 然後又回到人間 出家修行 成叫什麼 Peace佛國 就這樣 就這個故事啊 所以我說這個 而且知道嗎 這兩隻鳥 是聽什麼 歐蘭尊者講的法 你這些法是什麼 這等於 我們在極的世界 聽這個法是什麼 是佛所說的法 所以讓你什麼 因為成就順道德 就這樣 所以更不可思議 那個力量 所以能歡喜無量 那個意思 就這樣 有那個意思 這鳥 因為只聽歐蘭尊者的法 就這樣了 何況是聽 如果到極的世界 聽這個水再說法 更不可思議 是這樣 好 我們再看一下 看第三科 人生善樂 就是說 聽完這個佛 聽完這個 能夠得到 善樂 善就是非常殊聖的善 不是一種 事件的善法 它是一種 初事件的善法 這樂也是一種 法樂 所謂的 這個樂就是一種 菩提結法樂 或什麼 內盤極經樂 那個樂 不是一般的那個 無意之樂的樂 還是那種一種 蘇聖的菩提結法樂 內盤極經樂的意思 初事件的善法 這一行 我們一起念一下 隨順 清淨 禮義 即昧 真實之義 隨順 三保利 無所謂 不共之法 隨順 通諱菩 菩薩 宣文所行之道 就是這些木裔者 他們聽完水色說法的時候 因為聽的時候其實在文師修 我說文師修 這個意思是 請自信佛在裝法輪 請你在聽的時候 因為聽佛在裝法輪就是聽 其實在聽的時候 你內心也在裝法輪 你內心能夠請自信佛在裝法輪 這時候內心能夠裝法輪 就文師修嘛 所以說得到什麼利益 如果什麼 隨順 所以你說隨順 輕盡禮義即昧 這輕盡禮義就是法 什麼輕盡 真無 真無實相的意思 隨順真無實相的境界 輕盡的意思 這禮義什麼 不執著什麼 六層境界 內心不跟六層境界接觸了 這個禮義就是意識 不著六層境界 這極媚就是一種不生媚的禮 怎麼說 祝我從本來長至極媚相 本來就意思不生媚的禮 就是這種 隨順什麼 真如實相那個清淨義 還有那種 內心不知走什麼 六層境界的那種欲 就是那個真實義 隨順什麼 不生媚的真實義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對這個禮啊 能夠隨順這種 正無實相的清淨的真實義 不著六層那個禮義的真實義 隨順那種不生媚的 那個真實義之間 一直在這裡 這個法功 就聽法有這種無量的功德 能讓你隨順什麼 真無清淨的清淨義 第二個呢 隨順什麼 三寶 就是隨順什麼 佛阿森三寶 就是什麼 這三寶 實力 事無所謂 十八不共法 這三寶是這個意思呢 這佛阿森三寶是這個意思呢 如果隨順什麼 我們知道 這個 你這個斑寶這邊講什麼 你講禮 就想一挺三寶 怎麼樣一挺三寶 這佛寶是什麼 人潔物的智慧 叫佛寶 什麼叫佛寶 什麼叫佛寶 守潔物的禮 就是佛寶 什麼叫聖寶 就是人潔物的智慧 守潔物的禮能夠和和 聖寶就是和和的意思 就是能正的智慧 和守潔物的禮能夠和和 就是能守一如的意思 剛剛只要簡單講而已 什麼叫人正的智慧 就是一心三觀 什麼叫一心三觀 極空極假極空的智慧 就是極空極假極中的智慧 就是佛的智慧 人正的智慧 什麼守正物的禮 一盡三定 真實中三定 一盡三定 守正物的禮 就是華寶 神之三寶 神寶 神寶就是和和 對不對 就是禮至和和 就是人正物的智慧 和守正物的禮能夠和和和 禮至和和那內心 就是神寶的意思 隨順這個禮至和和那內心的意思 隨順三寶的意思 那實力 就是剛才講 隨順那種佛的實力 四五位 十八共之法 這法音 隨順他的這種法音 就是這樣 就是隨順他 第三個 隨順什麼 通諱菩薩 聖文所行之道 這通諱就是隨順的 佛的無量神通 無量智慧 隨順佛陀那種神通智慧 因為我們叫神通智慧 智慧力 隨順佛陀神通智慧力 來求證佛果 而且隨順什麼 菩薩 這菩薩指指大聖菩薩 就是能夠隨順什麼 大聖菩薩的心法 內心能夠隨順菩薩 當然請來修什麼 六度忘恨 有這個意思 而且能夠隨順什麼 聖文 聖文所修的法 聖文所修法 有時候會怎麼樣 聖法是嗎 是小聖法對不對 但是大家要解到 如果說你是有發大聖性的話 發起無上菩提心嗎 修小聖法也是嗎 也是嗎 菩薩道 是這樣的 確實是這樣 確實是這樣 為什麼呢 你看有時候讀書 廟法連願經 廟法連願經有二十八品 第五品什麼 藥草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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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祭壯裡面 祭壯裡面 怎麼講 諸聖文眾 諸聖文眾 如等守行 是菩薩道 見見修行 西當成佛 為什麼 因為聖文眾都發起菩提心了 發起無上菩提心 所以開前前十 前法就是死法 就是他修好的是小聖法 其實也是大聖法 是這樣 因為發起無上菩提心 就是發起大聖的無上菩提心 所以像苦情滅道 聖滅是地 也是大聖法 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但如果隨行 就是能夠守行之道 這個道也就是能夠 道法 就是法門 隨身這些佛菩薩 聖文所行的道法 所行的法門 是這樣 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其實就是我剛才講過 就是他請自信佛 莊佛文 所以念念 隨時什麼 那個 就是 那個 隨時正如的進階 隨時三寶的進階 隨時什麼 那種佛菩薩 聖文的那些道法是這樣 所有人生三樂是這樣 然後接 最後一段是截探 結論 就結論的意下 把這結論一下 一報專頁結論一下 這一行一起念 吾有生徒苦難之名 但有自然快樂之因 事故齊國名曰安樂 因為你在極樂世界 聽到這個 因為殊聖的 這是這種 妙法音 因為佛法字 你聽到 你聽到就是聖廟的五成 聽到的法音 音的耳朵 聽到就是 所以沒有什麼 山土 沒有散熱道 那些苦難的名稱 是這樣 這種 你沒有散熱道 就是因為這些法音 因為這些法音 沒有表達什麼 散熱道的進階 乃至呢 不散的名稱也沒有 不散的名稱都沒有是這樣 是這樣 所以那個極樂世界 是非常殊勝的 是這樣 但有什麼 自然快樂之音 自然就法爾自然 所顯現的 法爾自然 所顯現的快樂之音 這快樂之音 這快樂不是 什麼快樂之音 就是這種 內盤疾經的 菩提結法的那種法音 不是那種 無意之 快樂之音 不是我們五官 比如五官 敢說那種快樂 不是那種意思 那是這種 內盤疾經的 菩提結法的那種 法音 妙音 是這樣 所以奇果 世故奇果 這個極樂世界 名叫什麼 安樂 所以這個極樂世界 安樂是安樂世界 是這樣 奇果叫他的國土 佛世界 叫做安樂世界 也叫清泰世界 也是安泰世界 有那個意思 安樂 翻譯關係 有時候講安樂 極樂 清泰 是這樣 然後這裡面 這裡把五種 依報傳言再講完了 接著 佛陀要重複一下 要重賴 看五歲最後 重賴 再重複的說明一下 把這個依報傳言 再說明一下 因為他更認清楚 把依報 在極樂世界的專員 讓大家更能夠 一種 心目之心 是這樣 就這種 跟葬長人的信心 就是這樣 要廣泛的說明 讓我們更印象深刻 才會欣求極樂 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對佛 極樂世界 有一種 讓我們產生信心 對極樂世界產生信心 是這樣 好 我們回到五十六頁 五十六頁 第一個 說明這裡面有講到四段 第一個 心緩者正報為妙 不是說 晚生到極樂世界 剛剛晚生 就是剛剛晚生的 他非常得到 非常無妙的射身 什麼無妙的射身 就是 生二項 八十六頁 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第一項 唸第一項就好了 我論彼佛國土 諸往生者 記竹如是 親近射身 諸妙因身 神通功德 這個佛陀就 釋迦文有跟那個 歐蘭尊子講 要招呼的尊者講一下 極樂世界 比如說極樂世界 諸往生者 各種正位的往生者 九品往生 就是從上品到下品 這些往生者 他們怎樣 祭祖如是的親近射身 祭祖 圓滿祭祖 像佛那麼親近的射身 就像佛一樣親近的射身 而且呢 什麼射身 聖赫相 八屬隨心腦的 紫禁聖的射身 而且 諸妙因身 這兩樣講的是 他們能夠 這個祝妙因身 能夠 發出的種種因身 就很親近的意思 怎麼講 就是 就是佛陀他們 具有什麼 就是二十五院 和二十九院 還有三十院 就是他們有 無量的智慧 無量的變才的意思 能夠演說什麼 佛陀法 就是這樣 祝妙因身 他能夠 就是能夠說法 能夠顯現 他有無量的智慧 無量的變才的意思 這意思是祝妙因身 而且呢 具有什麼 無量的神通 功德是這樣 這神通 剛才講過 神通有時候講神 什麼樣講 就是妙不可測 妙用妙不可測 通就是自在無畏的意思 也是有這個含義 具有無量的神通 功德是這樣 在目的 那這裡 葉雅正報文廟來講 接著呢 再說明什麼 極樂世界一報書生 我這裡段話很重要 這段人要了解一下 一共四堂一起唸一下 首楚宮殿衣服飲食眾廟 花香專年之際 由第六天自然之物 若一時時七寶波氣自然 再前金陵流離車級 瑪瑙三爐 琥珀明夜 珍珠如是眾波隨意而至 百味飲食自然隱瞞 雖有此時十五十折 但見色聞香意為食自然 飽足身心柔軟 無所畏濁 事以化氣 十字複現 彼佛國如清淨安穩 為妙快樂 賜飲無為你還之道 這首楚宮殿就是他所住的地方 這個其實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我們在宮殿就是他 這個晚生者他住的地方是怎樣 我們在宮殿能夠怎樣 你說這宮殿要怎樣 全部經坐著 或是全部是白影坐的 或全部是流禮坐的 或是要環金白影合成的 兩寶三寶四寶 隨心手意 都是隨你的內心的意願 而成就出來的 要這個宮殿 你守住怎麼樣 要高一點 要低一點 要寬一點 窄一點 也是隨心手意 不可思議的境界 就是這樣 你要說隨心手意 你看 不可思議的境界 而且在宮殿裡面 從牆壁上 或柱子上看到什麼 十萬世界 確實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 我這麼講 往生路有一句話說 宮殿諸羅閣 宮殿諸羅閣 光十萬無敗 雜樹欲光射 保染片圍道 就是這個意思 他所住的宮殿 就能關十萬世界 能夠沒有障礙的 關到十萬世界 你想看 他會顯出來 不想看 就不會現出來的 這個境界非常殊勝 你想看 我今天想看什麼 那個流禮世界 東方那個要師佛 要師流禮光如來的世界 馬上現前 你不想看 那就不會現前了 就不會現出來的意思 不會顯現出來 就這樣 這個宮殿就這樣 就不可思議 衣服 集中世界要知道 因為集中世界 全部都是什麼 珍堡合成的 要有一個概念 因為大家想把他遞接 珍堡要什麼 百種 百青種像合成的 所以衣服也是 要今天全部是環境做的衣服 想要做 自然屁掛在身 那舊的衣服呢 自然化去 就這樣 不可思議 衣服就這樣 不可思議 就自然化去 而不用紅補 也不用洗 就這樣舒適 也不要紅補 染衣都不用 紅補都那麼自然自在的 所以衣服 不可思議的境界 飲食 等一下要講飲食 也是隨心所欲 意念其之 等一下再說明了 眾廟發香 這是什麼眾廟發香 鑽養之祭 種種 那個廟就是 不可思議 有種非常好的 有種美好的花 美好的香 還有鑽養什麼鑽養之祭 床帆寶蓋 船 就是床帆寶蓋 就是在供養什麼 供養佛陀的 這個發香 廟發香 還有鑽養之祭 是在供養神祖佛的 這些發香 鑽養之祭 陰肉 床帆寶蓋 寶蓋 寶蓋就像雨傘一樣 在佛的頂上 還有窗帆 代表佛的之間 窗帆就是這樣 所以鑽養之祭 能夠意念現前 我說意念這個行者的念頭 隨心所欲 馬上現前的 不可思議 要什麼就有什麼 是這樣 意念極致 你看 在晚生路的之間中 眾生神祖佛 他一切都能滿足你 一切也能滿足 就是能滿足這位行者的 今天心想要的 能滿足你 你到十分世界 要逛有祝福 要帶什麼 你看 這些香花燈竹 陰肉 蟲恩寶蓋 種種 珍寶 供養舌 一定要帶去的 對不對 歐彌陀就無條件的 供養這位行者 提供 提供這位行者 要帶什麼花香 完全是無條件的 提供給這位行者 等一下 可能在下一項 我們就講到了 由第六天 自然之入就好像在第六天 第二天 他或自在天 他或自在天 他有一個特點是 他所要的 是他化 他就是別人 化現給他的意思 你不要 你只要在第六天 一間的第六天 他或自在天 你要什麼 人家就給你了 我想要什麼 人家想要像花燈竹 馬上給你了 就那個意思 所以第六天自然之入 這個意思還怎樣 這不是說你處了宮殿 衣服 花香 就像 他意思是怎樣 你所要的東西 就像第六天一樣 能夠很自然的 忙獻錢的意思 知道嗎 這不是說 極樂世界裡 你所用的飲食 衣服 所住的宮殿 食衣住行 都和第六天一樣 不是這個意思 他意思說 因為第六天 他得到那食衣住行 就像自然獻錢的意思 所以你在極樂世界 你得到這些食衣住行的 生活之際 就像第六天一樣 很自然就獻錢 是這個意思 自然獻錢的意思 他強調自然獻錢的意思 了解意思 自然獻錢 獻錢的意思 這裡面呢 下面講飲食了 下面這上面 上面就開始飲食了 什麼意思呢 因為 剛往生到極樂世界 的行責 我會用吃飯的習性 想要吃飯 對不對 時間到了要吃飯了 就像想要吃飯 自然就吃飯了 習氣 自然會起個念頭了 所以我意思是起這個念頭 習氣嘛 第八四就想吃飯了 自然呢 你一動念頭 七寶波氣 七寶 合成了波 波氣 就自然獻錢 法爾自然就獻錢了 你看七寶波就獻錢了 下面講 金銀流零 車擠馬朗 山路琥珀 明夜珍珠 如是種波 就是無量的波 就你今天要什麼 你要說 我今天要環境做的波 就新鮮環境的波 我今天要什麼 把你做的波 就把你做的波 現前的 你要我 流理做的波 流理波就現前 就是意識就這樣 如是種波 隨意而知 這種種 這種多 隨意這位行者內心的意願 而自然顯現出來 自然而知就是意識 不可思議你看 就這樣 而且呢 百味飲食 這個波裡面 這波裡面有什麼 有 豐盛 豐盛的佳養 就百味的飲食 就是講這個波 非常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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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美味的佳養 是這意思 美味 種種 美味的佳養 自然 華爾自然的 飲滿 自然充滿在波上 就是這個 這百味的飲食 非常豐盛 美味的飲食 就算很自然的 充滿在波裡面 這個不可思議就這樣 而且呢 下面各位不可思議 雖有此時 虛無虛擇 雖然有這些 有這種百味的飲食 但是實在沒有吃到 沒有吃到 怎麼會沒有吃到呢 為什麼 下面要解釋了 但見色聞香 眼睛看到這些 百味的飲食 鼻子呢 聞到這些香味的時候 意以為死 這意就是第六四 第六四呢 思維一下 你第六四 思維什麼意思呢 起個念頭 思維一下 思維一下 意以為死 你思維一下 自然飽足 就感覺吃飽了 就是這個意思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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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維就是 殘力以為死 有那個意思 發喜 發喜 發喜死 意以為死 自然飽足 你第六四 起個念頭 非常素晨 你提個念頭就好了 自然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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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戶錶 今天戶錶 第一頁 我引用這個 那個大保基金 無量售外匯 這的話 稍微有 看一下 今天戶錶 第一頁 有兩行 一起念一下 彼佛國中 有微細時 諸有情淚 常無淡擇 如地六天 隨所思念 如是飲食 其同時以色列 也珍常 而無便廢 其實我還沒講 其實在別的歡意本裡面講到 可能是Honey本 還有一個 吳語本 它怎麼講呢 你在吃飯的時候 你想動的時候 不但它現在 桌子現前的 椅子也現前的 是這樣 我現在還沒講 它桌子也現前 椅子也現前的 然後再 七寶波 七寶波 百味的飲食 它現前是這樣的 先現前桌子 再椅子 是這樣 你先坐在椅子 怎麼樣 七寶波 百味的飲食 就充滿在 鍋裡面的 是這樣 是這樣 先講一下 然後唐藝本 這講的這樣 極樂世界有微細時 就指這個 非常殊勝的飲食 就是百味的飲食 這諸有其內 就指這樣 這往生的行者 因為他在吸氣 想吃飯的時候 有吃飯的吸氣 動個念頭 長無淡折 長意思 就是呢 就見色無香的時候 當你見色無香 哇 這切實看到這種 殊稱的飲食 鼻子聞到這個香味的時候 無淡折 沒有吃到 無淡折沒有吃到 沒有吃到 這個長就是一種 見色無香的意思 見色無香 但是呢 沒有吃到 如第六天一樣 隨手思念 如是你 就第六天 他怎麼吃飯的 動個念頭而已 思維就是 第六天什麼 思 第六天 就第六四 第六四 思念 看到這個 他還沒有吃到 思維一下 就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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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吃飽了 色力增長 這個什麼 這個色就是身體 氣力 精神增長 身體 身體啊 力氣啊 氣力啊 精神增長 是這樣 二無便會 沒有說我們所謂的 大小 不用便會 大小便那個意思 這裡面呢 順便講一下 極樂世界 兩種史 什麼 法喜史 和殘養史 看一下 看隔壁那一行 不用念了 這個飲食有兩種 第一個什麼 法喜史 第二個什麼 殘養史 大家瞭解一下 那今天我們講到這個 這個今天 是什麼 法喜史 就這個飲食啊 他講 他這個 你只要眼睛看到 鼻子無大 他那種 有什麼 有這種 當我們的 就是你內心有法喜的 就法喜史的意思 而且這個法喜不是這樣而已啊 有成就 有成就什麼 聖道的力量 我們看一下 請大家回到 江表 江表56頁這邊 看一下 56頁 你念義為始 自然保足 然後 下面 身心柔軟 無所畏著 重點在這裡 這兩個句話 這八個字在緊重要 身心柔軟 什麼意思呢 消費賬政府費 這個 這個意思 身心柔軟 讓我們 飲食 讓我們 有一種成就 聖道的力量 無所畏著 就說你雖然是 美味的飲食 但是內心不貪戀他 無所畏著 就是 不貪戀他 無所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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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內心 念念不捨 不會這樣 你想想看 這個集 第一 在我們娑婆世界 佛陀恩告誡我們 佛之地指 實存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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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者 技工多少 兩筆來處 二者 存起得恩 全缺因共 三者 煩心離垢 貪的為衷 虛者 鎮實療療 未療行固 無者 未成道位 翻獸此職 尤其第三者是甚麼 煩心離垢 貪等為衷 煩心離垢 煩者外內心的貪異心 離開這個貪異心的過失 為什麼 貪等為衷 貪生思 有種種的過失 貪等為衷 佛陀恩叫煩心離垢 貪等為衷 為什麼 為什麼要講 告誡師眾弟子們 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防護眾生 因為沒有關照 有時候關照力比較差一點 看到你喜歡的飲食 你契機的飲食這樣 升起歡喜心 看到你不契機的 不滿意的飲食這樣 升起不滿意的心 就這樣 人就這樣 看到你 內心很歡喜 看到你內心 不契機的這樣 升起不滿意的心 來自甚麼 承認心 太賢太辣 人就是這樣 防護眾生就是這樣 那這裡這樣 無所畏著 不是愛著心 不是愛著心 他對這個 就是那個意思 這個患者要說 這個意思 有那種 有法的力 就是讓你能夠和法相應 和佛法相應的意思 為什麼呢 我們知道 唯摩絕經 有一段 就叫相激佛 相激佛用甚麼意思 用甚麼 用相做佛事 相激佛 因為那時候 這個 唯摩絕基士 那等結菩薩 那就到 即樂 那又發生菩薩 到相激佛那邊 取了一團環 來供養 當 布施給大家 與眾的 與會的那些 聖文菩薩 飲用這個飲食來 吃到這個一團飯的人 他如果出國的話 已經變成惡國 如果出地菩薩 變成惡地菩薩 因為香雞佛 香雞佛果 它是用香作佛式 就極樂世界 它這個飲食就類似香雞佛一樣 就能夠稍微讓你身形肉軟 無所畏濁 那你吃完這頓飯就是這樣 無所畏濁 增長什麼 腎道力 成就腎道的力量 飲食不可思議 它用身形肉軟無所畏濁 是這樣 然後再來 肆語化氣 吃飽飯 你吃飽飯 這些人吧 飲食 吃飽飯自然消失掉了 桌子 椅子 也消失掉了 是這樣 自然化氣是這樣 然後十字複現 等到隔天 十字複現 等到隔天 第二天 又重物 又重新現遣了 因為等到第二天你想吃的時候 就現遣 一樣 現遣 桌子 椅子 七寶波的保養飲食又現遣是這樣 這三 你就要知道 在這裡要講飲食 它因為飲食代表生活之力 是這樣 來瞭解一下 極樂世界的飲食 它是一種聖妙的五成 確實 都能做佛事 是怎樣 然後一個結論 總結 彼佛各路 清清安穩 唯一妙快樂 是以無為尼魂之道 就極樂世界呢 捷探是這樣 是被非常親近的 這親近就是說 它為什麼要親近 你被甚至愛著心 無所畏濁 它有一種聖妙的五成啊 就是讓我們離愈 就是不會生死貪欲於心 無所貪欲 就是那種境界啊 讓我們有種成就 讓我們能夠和 幹法相應之故 所以它能夠親近 安穩之故 有種很安穩 內心能夠跟法相應之故 內心安穩 內心安穩之故 內心安穩 微妙快樂 微妙呢 就是這種 微妙這怎麼講呢 就像那個 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我們講說法相應啊 就是那種清唱哀諒 微妙和雅 它這個微妙 這個微就非常微細啊 能夠 就能夠入到我們內心的深處 這微就是內心的 是怎樣 能夠讓我開顯清清心的意思 開顯清清心啊 這個 妙不可思議啊 就能夠怎樣 然後這個 妙不可思議怎麼講 能夠轉 轉明回物的意思 有這個意思 轉明回物啊 那快樂 這快樂就是這種 我說是內盤極境的 菩提結華的意思 內盤極境 就因為它這個聖廟的五層啊 都是這種 讓我們能夠念佛 念佛內心的意思 所以快樂 這快樂它應該可能是 應該不要講快樂 這快樂的感覺就是 不是五官之樂 五官的感受 那是一種 那我們那種對法的 相應的時候 那種對法的那種絕受 那種妙樂 一種普離絕法樂 物理那種對法的覺悟 感到那種樂 妙樂 內盤極境樂 按住正如理啊 那種絕法對法 普離 內盤極境樂 那種極境樂 那個意思 那次儀 無為妮和之道 次儀 快接近儀 什麼 無為妮和之道 因為以前在前面講過 法杖比丘 還會稱我說 國奴妮妮妮 要成家的極世 奴妮妮妮 什麼妮妮 妮妮妮 就是內盤的意思 這無為在形容 也是形容妮妮妮 他這個無為啊 在形容這個就是妮妮的 就是妮妮的 妮妮就是妮妮的意思 內盤的意思 內盤的意思 無為其實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什麼 其實這個刺儀是什麼 因為是往生者而已 往生者來講 請問說刺儀 刺儀就是快接近的 快接近什麼 內盤的境界 是這樣 用快接近的 內盤無為的境界 快接近內盤無為的境界 是這樣 因為他極樂就是 因為什麼呢 這極樂世界 它是一種 有人講說 它為什麼是快速撐頭到長呢 因為它整個是什麼 是內法的境界 就是那個 色身相位處 就是色身相位處 那個六神境界 都讓人 跟六根接觸的時候 讓人 都怎樣 有那個什麼 有強大的加持力 就是佛頭的加持力 說不得不讓行者 唸佛 唸佛唸神的意思 這個意思 說刺儀的意思 其實就是等於 也是說等於 其實刺儀是 就等於什麼 也是等於的意思 等於什麼 內盤無為的境界 是這樣 然後接著我們看 救助者的正報微妙 這說明呢 極樂世界的正報微妙 要說明一下 剛才講過 要講一次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讓我們更加的印象深刻 色身為妙 這個色身為妙 就是那個 不可思議的境界 非常精細 精細不可思議 道俗 就是道俗這兩行 一起唸一下 其諸身文普色 天人智慧高明神通動能 行同一類 行無益穿 但因順於方 故有天人之名 也貌端正 超似虛有 容赦為妙 非天非人 皆受自然 虛有自身 無己之體 其諸身文 就是說 在極樂世界 眾多的 身文眾 菩薩眾 還有天人眾 因為我先講一下 身文眾 就是他斷了見世佛 菩薩眾 斷了見世佛 也斷了成沙佛 這天人 還沒斷見世佛 還沒斷見世佛 我來講 他這裡面是用那個狗 用那個斷後來區別是這樣 就是身文就斷了見世佛 菩薩呢 斷了見世 斷了成沙佛 天人 還沒有斷見世佛的行者 天人 那這裡面 是因為有佛力加持之固 佛的業力加持之固 佛果 果得業力加持之固 所以 每個人 這些 不論眾多的聖文眾 眾多的菩薩眾 眾多的天人眾 都怎樣 有聖聖的智慧 高敏就是聖聖的智慧 每個人都聖聖的智慧 而且呢 神通動打有無量的神通 動打什麼意思呢 他對這個 一切法的 事理 性向 因果 能夠 寥寥 分明 就很清楚能夠如實了之 這意思通常就是 對這個 一切法的 事理性向 因果 如實了之 就動打意思 是這樣 而且 那個 因為他有聖聖的智慧 然後 閒同一類 就是他的長相 長相、身高、色澤 都是一樣的 而且 行無欲狀 那個 心體啊 沒有差異的 表現出來 心體啊 沒有差異 沒有差異 怎麼講呢 請大家喔 看到28頁一下 對不起 複習一下 28頁 第3頁第4頁 28頁 各位請大家換到28頁一下 第3頁 28頁 第3頁 我們看第4頁 我們看第4頁 我們看第3頁 倒數第2頁 有沒有看到 28頁倒數第2頁 聖聖金色有沒有看到 這一頁一起唸一下 射我得佛 國中天人 不惜真金色者 不取正絕 極樂世界 天人 這個 完全叫極色 叫天人 他身上的顏色 不惜真金色 什麼叫真金色 完全是因為佛陀佛講 紫金色 真金色 真就是紫金色 紫金色的意思 每個人都是紫金色的 然後看第4頁 形色相同頁 這樣一起唸一下 射我得佛 國中天人 形色不同 有好醜者 不取正絕 因為假設 他外表的外型 他的相貌 還有膚色 如果不同的話 而且有能夠 什麼叫好醜 能夠分白粗 他是專演的 他不專演的 醜就不專演的話 就是 在極樂世界 每個人都是什麼 外型 色澤 每個人都是專演的 沒有豪 沒有說 這個是不要專演 這個不專演 沒有 每個人都很專演 一直在這裡 能分白就這樣 再回答 請大家再回答 56頁 五十六頁這邊 我剛才跳到這邊 實際上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這裡面的文 五十六頁這邊 心同一類 心同一類 心同一項就是根據什麼 第三頁第四頁來的 第三頁第四頁來的 第三頁第四頁 每個人都什麼 三色相 八水星腦 指真金色 指的就指金色 真金色 指金色 指金色 是這樣意思 沒有差別相 就是每個人都 心體沒有差別相 但是呢 這裡面講 什麼叫天人 但因為 隨順什麼 其他 也就其他的 其他世界的風俗 有時候隨順什麼 其他世界的 比如說隨順什麼 收服世界的風俗 故有什麼 天人之名 故有天人的名稱而已 是這樣 天人是這樣 要了解 極樂世界的天人 不是什麼 收服世界的天人 是因為 極樂世界的天人 是因為 他的名是和 收服世界的名稱 是天人 但是因為 隨順我們這個世界的風俗 但是呢 雖然沒有斷貨 沒有斷見識 但是和 收服世界的天人不一樣 了解一下 他有三色相 不知道誰心好 而且 我們來看一下 岩帽端正 就是 他的 岩帽 就是 他的表現出來的 岩面 樓帽 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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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驚訝 非常驚訝 我跟你講 非天非人 就是沒有 非天人怎麼講 不是那種 我們三界那種天人的名稱就是 天人的內涵 怎麼講呢 我們知道 所有世界的天人 他有天人好了 玉界天人好了 他有五摔向線 五摔呀 五摔向線 他狗抱要近的時候 五摔向線 譬如說 頭上的花 慢慢叼尾掉了 衣服就不會有一種擴膩 茫髒了 而且一步發錯了 就這樣 身上也不會晃出光明相了 而且不要本座 對他所做的座位 他不會耗耀 就慢慢這樣 狗抱要近的時候 五摔向線 極樂世界是無量壽命 無量壽命怎麼會沒有這種事情 是這樣 而且呢 因為他極樂世界是天人 因為他雖然極樂世界 天人沒有斷後 但是呢 沒有 他不會對什麼 不會申請這樣 貪著行 貪欲行 但是瘦伏世界人 貪迷在無一之樂 因為他也沒有斷見之佛 貪著無一之樂 貪著對這個無一境界 甚至愛著行是這樣 那這裡面你看一下 說非天分的是這個意思 接受什麼 自然虛無之身 接受自然虛無之身 自然就化身 虛無之身 怎麼講呢 這虛無 這樣講 虛無就是說 他那個虛無就是從理上來講 他這種 因為佛羅 佛理加持之故 表現這種 嚴隆自在的色身 嚴隆自在的 虛無就是表現出他嚴隆自在 嚴隆一切 嚴隆一切障礙的境界 就是嚴隆一切障礙之物 虛無之身 這個色身有這個意思 虛無之身 他這種嚴隆自在 嚴隆一切障礙障礙的境界是這樣 虛無 無疾自體 簡單講什麼 無疾自體 就是他那個體性是這種 無疾就是什麼 法身的意思 他是正如自信的 他的體是正如自信的 雖然是連化化身 我們知道 他是每個 往上有到的極是連化化身的 但是呢 它是 虛無 它是一種 就像那個 嚴隆自在的色身 他是沒有障礙的 但是呢 它是體性是什麼 是 就是這種 法身之體 無疾就是 法身就是這種 那種 就是正如自信的 以正如自信為體 就是意思 無疾就是正如自信的意思 請大家看到什麼 今天的護表 第一頁 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看一下 那個第一頁 那個倒數第四行 這一行 我們看自然 虛無無疾 這一行一起唸一下 非胎障所生意 故自然 非隱時所長掃 故虛無 非勞時所隱莫 故無疾 這是耶 那個 耶四項來講 就是說他不是 壽伏世界 胎障就是那個 從那個 譬如說 一般人是從母親的 那什麼 子宮裡面生出來的 胎障就是意思 人的子宮裡面生出來 所生出來的 所以叫自然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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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胎障 因為上次連化化生了 連化化生出來 所以要了解到 你連化生了 它的特殊呢 它沒有生老病死骨 沒有生老病死的境界 連化化生這樣 自然 化而自然 非隱時所長掃 非隱時所長掃 這是根據那個 法師 無量縮心症結的法師解釋 非隱時所長掃 因為 集的世界它是什麼 法喜時 還什麼 殘裂時 瞭解一下 它是法喜殘裂時的 所以不用飲用隱時這樣 雖然就是剛剛講過 但是呢 他因為吸氣嘛 所以眼睛 一旦你眼睛看到這個色的飲食的時候 鼻子聞到香味 第六四 思維一下 就吃飽了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不用飲食常說這個意思 這虛有它是從事項來解釋的 什麼無幾 非老死所淫沒 就是它不會經過什麼 老病死那種過程的意思 所淫沒就是死而死去 沒有老死而死去的意思 就算因為極樂世界 它這個蓮花化身是怎樣 它沒有生老病死的 沒有生老病死 下面是什麼叫無幾之體呢 我們看一下 下面那一行 隔壁那一行一起唸 無幾之體則 為法身作變法界 無有極也 所謂譬如這那 譬一切處 即是無極意也 就是法身作變法界 無極 無極什麼無極沒有極限 這個極就是用極 就沒有極限 它就沒有極限的體 極極限就是清清法身一樣 這法身作變 這個法身能夠作變法界 就是這個意思 能夠普遍到十分世界一樣 沒有極限 這極就有一個端 類似有極限 沒有極限的 所謂譬如這那佛 譬如這那佛 就是法身佛 就清清法身佛一樣 能夠偏一切處 就是無極意 這個就是什麼叫無極意 就是法身 所以它體性是法身 法身的體性是這樣 就是真如的體性 無極就是真如的體性 來意義 那這裡面是要把他這個講過 對這個色身 就是這個色身 天的色身講過 我們再來看一下 比較一下 這樣顯身怎樣講呢 因為佛陀這裡面用五個比喻 說明那個極樂世界那種色身 非常殊勝的 這裡面 你不要多一點 我們不要多一點 那我們一起唸 一共有 從第一行唸到最後一行 佛告毆難 譬如 世間貧窮 幾人在地王邊 形貌隆穿 寧可內夫 毆難伯佛 假令此人在地王邊 雷露醜惡 無以為意 百千萬億 不可祭備 雖然則貧窮幾人 抵私之下 一不必行 辭去之命 既然困苦 人理殆盡 皆作情世不值得本 既才不失 互有一千 但一堂德 貪求無厭 不幸修善 犯二三姬 如是受終 從財寶消善苦生俱居 為之憂鬧 以己無意 圖為他有 無善可護 無德可侍 事故 許多惡趣 受此殘苦 罪必得出身為下賤 以彼斯吉 是同人類 所以世間地王 人中獨尊 既有素世積德首智 慈悔博師仍愛 經濟理性修善 福守偉真 是以受終福益 得身善道 善身天上 享之福樂 積善宜慶 經德為人 乃身 王家自然珍貴 以龍端正 眾所盡視 妙依真善 隨心福益 恕福首追 故人致詞佛告 殴難如言是也 既如帝王 雖人中尊貴 行色端正 彼之轉為聖王 聖為彼肉 有彼其人在帝王邊也 轉為聖王 威向書庙天下地 彼之道立天王 幼乎醜惡 不得相遇萬億倍也 假令天地 彼第六天王 百千億倍不相戀爺 射地六天王 彼無量受佛國 菩薩三文 光也濃色不相疾待 百千萬億不可祭輩 這裡面喔 是其實他 那麼多在講 其實在講英年國報啦 前面講英年國報 為什麼會得到貧窮 為什麼得到你這個國王 你為什麼貧窮下賤 為什麼得到這個作為國王 帝王的色身 英年國報 夜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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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夜裏所感之故 是這樣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 這佛陀就跟歐蘭鎮的講 譬如說 因為他在比較什麼 比較這個極樂世界那個相貌 就用那個 那個五蟲 五蟲的比較 來說明呢 往生者的莊嚴相 是這樣 他在裡面 譬如說 世間貧窮起人 世間貧窮的人 就是那種 伊山安尼 盆頭扣面 就是很少 盆頭扣面很少 盆頭扣面 身體各方面都很憔悴的人 叫啟人 叫貧窮啟人 因為他生活之際 有所匱乏 生活之際 實際自行有所匱乏之故 就叫貧窮啟人 啟人 啟丐 簡單講這貧窮就啟丐意思 那賈若把這種 這種貧窮啟丐的人 換在 地圓邊的時候 就換在地圓旁邊的話 他這個外型 樓帽呢 外型樓帽呢 他的形態呢 林可類乎 這個類就是相似的意思 難道可以有相似的地方嗎 難道有相似的地方嗎 這個領也是可以說 這怎麼講是起 或是說 也可以說 這醫生說 能不能比較一下 是能不能比較一下 是有 是有相似的地方 類就相似的地方 是否有相似的地方呢 這時候 渡蘭師子就回答佛陀了 佛陀了 就回答這些話了 就因爲果報的事情了 這渡蘭師子就回答白佛就秉告 秉白就是佛陀說 甲令 這個齒人就是這個乞丐的人 這個乞丐的人 這個衣衫男女 生活之際有所貴的人 站在地環面的時候 地環面的時候 雷就雷肉 雷就是雷肉的意思 身體很瘦的意思 因為他吃不飽嘛 穿不懶嘛 所以雷肉 雷肉 這個肉就是怎麼樣 雷肉醜惡 就是表面上很醜惡 就是容貌醜惡的意思 身體要瘦弱 容貌要醜惡 無語為義 是沒辦法跟 什麼 就比不來的 就沒辦法跟地環相比的 無語為義 是沒辦法跟地環相比的 而且呢 百千萬億不可計其 就百千萬億不可計倍 就是說 跟他比較呢 就計算起來 百千萬億不可不計其一 可以說 按地環 這個乞丐跟地環比的是 百千萬億倍不計其一 是這樣意思 會什麼 所以會什麼 就在講那麼多 你看 這個文就在解釋說 他的陰年狗豹 會什麼成為乞丐 所以然者 會什麼呢 因為這位貧窮的乞丐 因為抵屍 抵屍就最 這個什麼抵屍 抵屍下 抵屍下 抵屍下的意思 在社會上的地環是 在社會上的地環是什麼 最下見的 意思是在下見之人 最極低下 就是最下見之人 因為呢 衣不必行 他手穿的衣服 沒辦法遮蓋他的身體 生活之際有問題嘛 衣不必行 衣都沒有遮蓋他的色身 色身 而且在隱石上 勉強呢 隱石上 去就能夠 這個得到的隱石 支持他的生命而已 就吃不怕吃 因為他吃到什麼 就人家的 其實 腸根 那腸 就剩飯腸根而已 腸根剩飯 吃到人家腸根剩飯 就是勉強 維持他的生命 是這樣 而且呢 因為常常是什麼 積寒困固 常常是 吃不飽 就是吃不飽啊 充不軟啊 所以他積寒困固啊 是這樣 吃飽充不軟嘛 吃飽充不軟 所以生活之際有問題啊 積寒困固 仁理代盡 仁理代盡 仁理這意思 就是說他 就是作為人的道德啊 那個人的道德 那個尊嚴啊 就是大概呢 大概就是 將近了 失去了 大概就失去了 沒有作為人的那個道德 就大概失去了 就是他沒有什麼天理良心 意思就是沒有天理良心 這個人你就沒有 人就是那個良心 良 天理良心就慢慢失去了 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過去生 因為接作 這個作就是因為 他為什麼要積寒困固呢 沒有失去那個天理良心呢 因為過去生 不止 這個止就栽培 沒有栽培什麼 善根 德本就善根 就沒有栽培什麼 福德的善根 這樣 沒有栽培善根 就這樣 而且呢 而且什麼 積財不失 他積財的錢財也不不失 積財不不失 就是因為他也是 因為我想這個樣子 是因為習氣啦 習氣關係 然後 葉富有什麼 葉什麼 葉令色 富有益稱 益 這益 益就 越來越富有 益什麼 益什麼 葉令色 簽就令色的意思 又淺什麼 葉令色 當義什麼 唐德 貪求無怨 這唐生意思 不老而負的意思 就是他想要這樣 白白的得到 就想要不老而負 想要不老 人就是這樣 就防護心就是 想要贊賠你 人就是這樣 想要贊賠你 不吃虧 就人就想要不老而負 想要白白得到 所以呢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內心是 因為他內心很貪 有一個 貪求無怨的心 什麼無怨 沒有滿足的心 那貪求無怨 沒有滿足了 貪欲心太刺勝了 貪求無怨的心 所以人家說要少一之子很重要 所以貪心就這樣 貪求無怨就這樣 這個人家說這個貪欲心就這樣 無底洞就這樣 永遠那個 慰望 你沒有少一之子的話 沒有少一之子的話 那貪欲心就無底洞一樣 永遠沒有辦法填滿的是這樣 說貪求無怨沒有滿足的 是這樣 另外潘天 然後呢 就問你不信因果就這樣 不信什麼 修善 不信修善 不相信修善法能夠得到可樂果報 不相信 就是不相信因果的意思 不信修善 不相信修善能夠得到可樂果報 說不信修善 所以 自然而來 犯了三姬 就他造作什麼 種種的惡業 而且這個惡業 就比三姬就比三還還高 就像三那麼高了 造了二姬比三那麼高了 就是 這人就是不因果 不信因果才會這樣 然後 因為這樣如是 就如是 只貪求無怨 不信修善 犯了三姬之故 所以到了壽終的時候 到了壽命終結的時候 壽命終結的時候 財寶消散 守得了財寶消失掉了 散失掉了 這樣 而且 苦生積極 因為 苦報 這一點 我說是業力所感的境界 業力所感的 就是 苦生積極 就是你這個苦 因為 所積極的惡業 感到這個 感到這個苦果 就是苦生就 然後這個苦果 必然呢 狙擊 這個走狙擊的惡業 必到三惡業 所以必到狙擊 必然到什麼 感到你苦生狙擊 感到痛苦了 就狙擊的中文 生了中文的痛苦 然後你為之憂愁苦惱 因為這樣 因為苦 真理有苦 為什麼這樣 其實是因為 因為第六四 不斷的貪欲 貪欲 念念跟什麼 我們真的講 第六四 念念跟起貪生痴的時候 就不斷虛取第八四 第八四 也就念成就什麼 善惡道的境界 他不知道 他生理苦 而且那境界都什麼 善惡道的境界 不順利 都這樣 所以苦生聚聚 就那種 讓你聚聚 苦生聚有任意識 讓你 讓你 不但讓你 就是讓你 有種種障礙 是這樣 所以為之憂愁苦惱 是這樣 因為他一定到 有一種善惡道的境界 所以 為之憂愁苦惱 對他自己的色身 還是那一報的境界 都是苦惱的境界 所以為之憂愁苦惱 疑己無益 對自己 因為沒有積極的 因為他自己 怎樣 沒有 沒有那個什麼 就自己沒有什麼 享受積極的 就是說他這個 疑己無益 對自己沒有利益 所以你所得到的財物 都是土偽他有 雖然基於這些 種子的錢財 都是給別人所佔有 是這樣 因為他越欠貪的時候 你越欠貪 越富有越欠貪 這時候 你的內心 就是跟他這個 怎樣 變成這樣 你跟那什麼 三二道相應 是這樣意思 所以你所得到 雖然你積極的財寶 但是這樣 都是為他人所佔有 是這個意思 然後因為他這個人 不信心果 所以 無善可負 無善可負 就負什麼 依靠 沒有善行可依靠 因為今天 你之所以 你又得到可樂果報 是因為有 種這個 福德的因緣 善 作善 就不知道 因為你得到這個 所以你沒有善行可依靠 沒有福德可憑戒 負 無得可侍 沒有福德可憑戒 是這樣 所以 事故 使舵 什麼 散熱道去 散熱道去 是這樣 這在 講的時候 散熱道去 然後受除什麼 長時間的痛苦 苦惱境界 是這樣 這在裡面 就在什麼 散熱道裡面 第一二軌 就是在那邊 一輩子都在 辛苦的 就是在散熱道裡面 流轉是 就在 就在散熱道裡面 流轉是這樣 然後 這講到 在 罪必得出 重來 你在散熱道 那個罪業 罪爆 就是你這個 罪爆 能夠從散熱道出來 就罪必得 就是你 你受完這個散熱道的 罪爆後 從散熱道出來的話 身為下賤 就是這個 就是下賤人 就是成為 乞丐的意思 所以下賤人 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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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是什麼?人,但是內心就像山蕩道的境界一樣 所以世間帝王,人中獨尊 前面是講這個貧窮起人來講,燕業國的關係 下面講世間帝王,陰聯國報的關係 世間帝王,人中獨尊,世間的帝王,像國王這些帝王 他是人中最為尊貴的,獨尊中最為尊貴的貴天子 天子,富有天下 那為什麼這樣? 作為帝王,他有素色的善因,為什麼? 就是素色的積德所至 因為過激生積德很多福德的因緣才導致的 因為福德的因緣才導致的 然後他能夠因為什麼? 他那個基德是表現在什麼? 慈悲,能夠同體的慈欽 能夠很慈悲的 費就是給,把他的財務恩,費就是給人家 把他的財務很慈悲的,把他的財務恩賜給他人 然後又廣伯的布施,是這樣 慈悲博施,他很慈悲性 把他的財務恩賜給他人 而且廣伯的布施,是這樣 人耐就是他本身有一種人積極 人逆極的意思 人耐就是人積極,人逆極的意思 人逆極的意思 那種大悲,不說大悲就是那種慈悲心 人耐,同體的那種同體大悲 就是人積極,人逆極的胸懷 而且能夠奸祭天下,有那個奸祭天下的善心 奸祭就救把天下的善心 不只能夠獨犯其身,而且能夠奸祭天下 奸善天下,奸救祭 以及奸祭能夠有利他的心 奸祭不只能夠利他的心 有利他利天下的善心,是這樣 而且個人怎樣,能夠實踐他的信義 旅行就是能夠實踐,實踐他的信用、信義 而且能夠修善,修辭十三頁 無所謂真,就是說能夠證你 他自能對他沒有什麼,那個偽真、違背 就是說偽真是不證明奪利 他不證明奪利的,不證明奪利 不證明奪利,內心能夠有慈悲心是這樣 因為積德,個人也是不簡單 所以,是以受終福音 當受命終了的時候 隨著福報的感應,就自能有 在受命随著福報的感應之下 因為受命終了,得到福報的感應 而得身上善道 善道是天上,善道就是善道 善道就是天上,就多了天人 然後善聲什麼?天上 享受什麼?這些天福、無欲之樂 享受天福、無欲之樂是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再看這裡 然後呢,享受天福 然後積善於慶 他雖然能夠很慈悲的布施 廣播的布施 然後以人及己己的人類之心 來救去無量的眾生 但是呢,他這個善德 祭善於慶 怎麼樣?我們所謂的祭善之家 必有於慶 還有什麼?這個於就是多餘的 留下來的 還有什麼?福報 多下來的福報 還有儀慶之家 還有多出來的福報 祭善還有 祭了這個福報 雖然享受天福、無欲之樂 還有祭善、儀慶 就是祭了之後還有多出來的福報 福澤 儀慶多出來福澤 所以今世呢 當他下身為人 當是從天上 果報盡後 下身為人是 乃是玩家 因為還有儀慶之 也有儀慶 儀慶之故 還有多餘的福德 所以身上的地王之家 所以自然尊貴 就是那個 地王那種尊貴身是這樣 而且呢 因為福德之故 所以儀貌 榮言端正 儀貌榮言端正 眾所盡事 大家都恭敬他 而且呢 都很希望為他福復 大家都很恭敬他 而且很希望借敬他 所以很希望為他福復這樣 廟益正善 隨心肥順夫事 素吾所追 不能致辭 就是說 廟就是美好的衣服 還有所用的飲食 能夠隨心服役 其實他的意思 那身佛之際 十一住行都是非常殊勝的意思 廟以衣服和飲食來說明 就表示那身佛之際 十一住行都非常殊勝 美好的衣服 所用的正善精美的飲食 就是百味的飲食 能夠隨心什麼 隨心所育 而且能夠服用 育什麼意思呢 就是能夠隨自己的心力 能夠用自身的車馬 隨心服役 能夠自身用的車馬 換句話說 這個隨心服役也就是說 能夠用 要想要什麼 就有什麼意思了 要想要你要隨心 能夠要什麼 就有意思了 隨心服役也這個意思 這欲就是用車馬 所以能夠自己 隨心能夠因為 因為帝王之故 所以他既然有那個福報力 這能夠用隨心自己的心力 來享受什麼 自身用的車馬 欲也是用車馬的意思 就是欲 也是這個意思 他十一自行 能夠也是能夠隨心所欲 那恕虎所追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恕虎的福德 在旁邊 就是追什麼 追跟隨著 就是他恕虎的福德在旁邊 跟隨著的意思 就是福德 就在這一身體現出來 這福德就跟著他這一身的 就隨著他的福報 而顯現出來是這樣 所以故人致詞 是因為恕虎所追 因為過去的福德因緣 他過去的福德 所造作的福德因緣 跟隨著 所以才能夠這樣 能夠隨時 他實意自行 飲食、衣服、種種 車馬這些能夠隨心所欲 是這樣 所以才能達到這個目標 達到這個俗稱的境界是這樣 那下面那邊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 以後 那個 下禮拜再繼續引討 好 那我們就是回向了 願以此功德 鑽研佛進度 善報恕重恩 夏季三屠谷 若有見聞者 西花捕離心 敬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那方 啊 啊